還有一件事想要講的 他講完之後呢 孫維威幫我們先生 然後之後因為今天我們集中在 因為第一就是臺灣和大陸的民主化 還有發生一些問題 之後是這個 秦敬先生 然後我們那個還有我們 楊老師談談他的這個意義 昨天呢我們一幫人去到郵團 其實我為什麼這麼安排呢 其實很多會我都參加過 我覺得這一次為什麼來呢 就是讓我們各國的這些領袖 而且默默不穩地在做這些事 像昨天我們看到了我們一些這個 青年人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過 其實這麼多年他們一直在各個地方 甚至他們在中國大陸 都在勇敢地在那去這個吶喊幾乎 所以我不提他們名字 他們不論在國內的任何地方 他們都在措施 而且這次還能到達他們多來 也不容易 昨天我們是玩了一會兒 下面留言 下面說你們這修圍每天開會玩樂樂 這個中山先生說了一句話 這個求生存是人類歷史 那我們這幫人是有點理想精神 為此付出很多 犧牲很多 那我為什麼不享受這個生活呢 其實生活也是 生活全都是政治啊 那我們還有教會 我們還有家庭乃至一切 如果我們不能有資源地活著 那張柏麗有一次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從美國 他也是所謂著名的頻道人 來到這邊講道 然後我們後來去我們 李爾的教會 他就非得叫我去 後來我們去那 然後一路上 我們就唱著歌 這車上很多人唱著歌 可不都是教會歌曲 唱唱的也 除了《長城外滾道邊》 還有各種流行歌曲也唱的 後來他們就說 你們怎麼這樣 很多朋友說 看著李詹健那麼多年 長得在德修 然後這麼多年還沒變化 老是這樣子 我說共產黨一看見我們呀 包括見著我們這八九十歲的 這些朋友還這麼年輕 為什麼 有一次我打電話 就是給國內的報復 當時放出來的是 張茂燭和董董董 他們兩個是當時北京市民 張茂燭就比我大一歲 他就因為這個八九的時候 遞了一個打火機給別人 別人拿一個打火機 載一個軍車車 燒那軍車的人死刑 然後踩入文青 後來他放出來已經二十多年了 他北京人 後來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 我說 怎麼知道哥們兒講 他媽接著 他媽一說話 我說哎呦 您這聲音怎麼那麼熟悉啊 因為在北京是知道 京東口 譬如是青州那邊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警察 他說我就是那個有樂店的 哦 有一個有樂店鄉 然後原來跟我是老鄉 所以我小時候 中國那個地方 去了北京那個西區的陣子 他是挨著的 然後他媽說 他一關就不然是那樣 後來我就跟那張茂燭打電話 我說我們這些八九子 像我們還有一些人 有些名氣 在這個西方的報紙上 甚至在那個 美國的那個人權報告上 都有某個人的名字 但是從來的名字都沒有 還被稱為報紙 甚至我們八九的有些人 經歷過的 我們過去提起那些人了 就是我們體質外的知識分 就認為你們這燒軍車的 你們怎麼怎麼樣 你們這幫活該 就應該被槍斃 還有這樣說呢 後來張國盛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說這個 大哥你放心 我們呢 把那個 毛澤東給熬死了 也把這個 鄧小平也熬死了 這江東民也熬談了 他們在有多少 我們熬也熬死他們 就是說時間 站在我們這一邊 所以說我們每天 看中國很多事兒 但是我們也很快樂地生活著 昨天我們繞在船上的 穿上的歌 大家喊一喊 為什麼我們要在那橋上喊呢 我問過一個法國朋友 這個橋不是一天建的 很多年建起來的 不斷地搬修 不斷地 把張美建完一個橋 就用盡心力 然後這些工人 建完之後 才在那邊就大喊 其實我們這些遊客呢 也經過熱夜了 就是他喊的時候就勝利了 經歷了那麼多痛苦 他們勝利了 就這樣 所以說我們 雖然還沒勝利 但是我們每經過 我們每一個人生的苦難 或者說我們每一次 民主印度奮鬥的過程當中 我們痛還快樂 所以說白岩松 他是我們八九的 我在天文工廠就見過他 我在國內十二年的時候 他們總見獨風時空的時候 就在我們北京阿波羅運 那時候有一個假的叫張剛 他們剛才得到那裡 所以白岩松 他的耶魯大學演講的時候 他說對於六四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學生 他大四嘛 他說那個六四 我可以證明 那是我們這個 學生懷著最普 市民懷著最普適的感情 不是這樣運動 但是六四之後 他說我和很多中國人一樣 徹底絕望了 但是呢 他認為中國還是有自己未來的 所以說他在耶魯大學講完了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從中方去公布那地方消失了 其實我知道 就是中共因為他說了這句話 所以我們有許多這樣的朋友 那個江老師 那就是你了啊 然後我們請江老師講話吧 好 謝謝大家 今天我來講的題目呢 是中共將會在明年底之前 退出了 必須來的 這個結論不是我做的 是有權威人士做的 我只是傳遞 打給大家 為人家 有一個就是 以前我要講的那些東西就是 他為什麼要變 為什麼他會 因為他都會退出 有一定的道理 那麼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 就是那種 孟宏偉 這個國際行政組織的 中共的部長 這個對中共可以對著 用回去 以後就是 雙規了什麼 這麼大的 最後他的太太 你知道 這個也是一個戲劇性 說明說 中共內地已經亂了 這個 這個分析 我下面講這些東西 說為什麼共產黨 還是完蛋 也是這個不錯的 他對中國了解太清楚了 而且他說 十一月份 十一月中午 就是要有大事發生 我估計他所說的大事 反正就是 我們下面有好多了解 就是 他現在亂來證明了 而且這個孟宏偉 他太太在把握 孟宏偉在回去之前 已經告訴他 說你 你一定在把握 這個報 向法國報案 不要向中共報案 這個孟宏偉 回去之前 就說 電話 我不能給你打了 說這句話 然後第二次 就給拔了一個小刀 用刀 那就說問他 所以孟宏偉 他已經安排好了 讓他太太在外國 就是 拯救他 另外的話 這個太太呢 現在昨天 又發表 記者招待會了 說 我這個 要為我先生的公平正義 不喊 我要開記者招待會 要 要有公平正義 要反對中共這個這個主裁 那麼你想 他跟孟宏偉 向他們公平 其實他也破壞了很多人 後來 據人家分析 說 為什麼孟宏偉 會招待會 就是因為孟宏偉 知道 因為他是 國際行政組的公安部部長 他知道 中共高官的很多人 把錢弄出來 弄到海外來 是洗錢 他漲 可能他是因為這個才被抓 因為中共怕掉死 就怕他們那些高官的子女 或者這些洗錢的 洗錢的這個醜聞 讓他公布出來 就講不得 所以孟宏偉也知道 不是一定的危險 所以他太太 在這兒 可以呼籲他太太 她說 我要為孟宏偉 希望世界 支持他 那麽這件事情 所以 就說中共 這個 這個 手忙腳亂 已經 已經不知道 因為昨天 昨天 不是那個 馬利奧斯曼 多人也說了 這是世界大笑話 怎麽為一個 國際的刑警 是全世界 等於跟聯合國 差不多這個地位的 一個 一個負責人 雖然是輪到中國 他中國人 都可以抓回去 這叫 城市 確實是大笑話 那這說明他們 確實是亂的 也就是說明 下面我們 為什麼 他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 亂在這裏 主要是 看來應該說是 這個美國智庫 對 這個 特朗普 出了主意 這個主意 就下面我要 所說的啊 說 這個 美國的網絡媒體發文 啊 最近幾周呢 川普政府啊 要在未來幾周之內 將實施一個 秘密的 反對東部的計劃 各個部門 將對中共發起宣傳 實質性的攻擊啊 要由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導 上至財工 下至財政工 商務部 國防部等 將公共 中共 中國共產黨 對美國 公共和私營部門 行政 為行動的一些證據 和一些新的資訊 評級 他對美國 對網絡打擊啊 干預選舉啊 還這個 掠奪知識產權 盜竊 這個 等計劃的 惡意行動 而且 對美國進行 滲透活動啊 而且 這個 要 美國 對此 要展開 反制措施 啊 這個 從 這個 兩國事態來看呢 說 中方 除了軍事手段以外 別無其他招數 而美國 除了貿易 關稅 等 殺手鐵之外 還有十個 殺手鐵 還不用 什麼十個殺手鐵呢 第一 公佈 並凍結 中共官員在海外的資產 這些資產可以全部 用於 反共機構的組建 這 必然引起 中共的 政變 啊 軍變 或者是 呃 這個 這個 明面 第二 中共 將在 美國 將 美國 要將 中共在美國留學 並定居的家屬的名單 啊 全部公佈 並 呃 該出境 該出境 該驅出出境的居次出境 身份特殊的呢 呃 將 限制出境 第三 要 和台灣 恢復邦交 承認台灣 得主權國家 呃 中華民國 啊 這個 這個是台灣 就是台灣 代表 並將台灣建立成一個 對中共 非常重要的軍事基地 啊 這一點來說 這個台灣這個事情 當然大家大概也是 看到 有些消息看到 這個 呃 蔡英文 總統到美國 這個 特朗普都稱他為總 啊 就是 跟他握手 公共抗議 他不合理 啊 另外 另外第四是要 聯合全球各民主國家 啊 組建於一個新的聯合國 台灣 要作為這個聯合國的主要成員國之一 啊 要在國際上抬高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啊 並且 這樣 可以在國際上鼓勵中共 啊 這個 將 呃 要把這個過去的舊的聯合國的各個成員國啊 要求都停止向這個 老的聯合國交納會備 那麼 而且呢 召回各個自己原來住在老聯合國內的機構人員 這樣的話呢 就使老聯合國自動解散 因此 新聯合國 聯合國將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新聯合國 啊 第五 新聯合國可以規定各成員國 所以說 停止對中國政權的一切 商報合作 商報往來和 金融貿易啊 這科技 能源 和教育整個領域的全 這個全面孤立入部 啊 第六 關閉 關閉 針對中國的啊 所有互聯網 這個 這個服務器 使中國所有的互聯網網絡 癱瘓 使中共的這個 這個 互聯網變成一個像北朝鮮一樣的 叫局域網 啊 這是第六 第七 和台灣 韓國 日本 越南 全面合作 建立一個 對大陸的反共軍地 反共軍事包圍圈 訓練和訓練基地啊 根據已有的啊 中共周邊 這個 這個 已經美國所建立的 已經有十二個國家啊 所以美國就是對中共的建立 自己軍事包圍圈呢 就是基本上已經形成了 而且要求通過這些國家呢 培養新的專業人才啊 在大陸就是 在大陸培養一批 秘密的反共武裝 中共唯一所能聽得懂的就是武裝 所以在為這些武裝呢 就是要提供武器代用 第八 在美國建立海外反共聯盟 或者叫臨時政府機構 或者叫什麼反共總部 都可以再以這個機構 向全球組織 組織全球海外 反共華人啊 來建立一個這個這個 民主建國的專業人才 第九 對中共內部人員出台一個 策反政策 對那些反中共暴政和有功的黨政軍官員 包括中共海外的特務 推出一系列的 將功折罪的優待措施 比如說可以保留其在部分資產 可以保留他的部分親屬 可以留在外國 中共倒台以後啊 這個再侵犯 所以這樣的話呢 中共在海外就是由於這個 因為我們在全世界組成這樣聯盟 中共和海外的特務 必實 由海外華人反共聯盟 或者是政治組織隊 反人類隊的中共官員 包括海外留學在內的 所有的親屬 一律要扣押 作為人之主 直到中共倒台 才可以保留 另外的話呢 就說除了以上十個措施之外 還有一些措施佔不空 所以說美國對中共的這些措施 是絕對不會落空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此在這樣的 所以說貿易戰 人家分析說 貿易戰不是貿易戰 是金融戰 就是用這個金融和這個 這個 因為中共沒有多少錢了 比如說 他說 這個習近平在海外大撒幣 一撒就幾百 多少萬億 多少多少億 他們撒幣是幹什麼 他們撒幣是把這個錢洗白 因為他撒幣不是說把錢 給那個國家 比如說他說給那個五個國家 而是說給你一個什麼企業 我給你建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建東西呢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錢要給這個建東西 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共產黨派去的人 那麼派去的人 這個人這個錢給他 給他 他比如給你修來這個錢 橋樑也好 修這個錢也好 他把這個錢到他手裡頭 他修那鐵路 用的都是中國的人 或者當地都給你很很少錢 百分之九十 落入中國的 也就是落入了 等於是落入西頂河口 那一樣 所以說 他們這個大撒幣也是 就是揭露他這個大撒幣 這個大撒幣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話呢 他在這樣的這個 這個美國的這樣的攻勢之下 啊 將會產生 將在中國產生八大危機 第一 是糧食危機 啊 說現在最近幾年 國內的糧食也減產 啊 這個比如說 他說河南小麥的減產 差不多要百分之六十 所以 既然糧食減產 國內的糧食減產以後呢 就需要進口 需要多少呢 需要 2.5億噸進口糧食 那買糧食就要錢 啊 這個錢呢 而且是外匯 可是中途的外匯 就由於他們有什麼大撒幣 或者是被盜國人的盜走的呢 他就沒錢了 啊 所以現在呢 他說國內的外匯呀 降到最多不到三千億 啊 可是買糧食呢 結果要買 要用什麼 要 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 才夠 所以 三個月以後 說他這個 錢就沒有了 啊 錢沒有了就是什麼呢 就會到處 糧荒 要知道糧荒一到 就是人家一到半日 這是肯定的 老百姓沒吃 第二是石油危機 說中共有百分之五十六的石油要進口 要靠外匯啊 也就是說 他每需要多少錢呢 要一千八百億美元 結果還是缺錢 最後呢 就造成石油危機 第三 房地產崩潰 房地產到成了 房地產 我說這個房地產的話呢 這個大家都覺得國內的房子 降價 或者很快就會崩潰 啊 就是危機呢 將在這個 而且這個房地產 他說這個房地產 相關於房地產有四十七個產業 四十七個產業 四十七個產業 在國內房地產一崩潰 四十七個產業 重複地翻炭 還一翻炭就是 到國內的經濟危機 啊 第四 是 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已經 研究說 中國的中資銀行 資金嚴重短缺 啊 而且很多的 產能過剩的企業 都是 將關閉有問題 消費者的房貸 啊 這個債務有 已經有四十萬億 就是 說 呃 所有可 你們稅務性的呢 有八十萬億 所以 大量的什麼城投公司都會破產 銀行也會倒閉 啊 市場 這樣的話就會 引起一個 連鎖反應 惡性連鎖反應 啊 第五是什麼呢 市場的 這個 通貨膨脹 危機 那當然 你想啊 他既然存錢了這辦法 共產黨 唯一的辦法就是 引錢啊 就是大量的 印發 貨幣 印發貨幣的結果 就是 通脹 對不對 全中國的通脹 那麼 通脹的所有這些危機 互相之間都是牽連 啊 你一通脹的所有 本來就沒錢 再加上通脹 那麼就整個市場就 產場 啊 第六 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倒閉 啊 破產危機 私人企業呢 他說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呢 都會受到 房地產危機 而 而且呢 說 呃 共產黨呢 這些私人企業呢 說這個 這種 席包的 又出了損照 什麼損照呢 叫什麼 企業的員工 自由管理 這個 這個 這個企業 私人企業 如果加上這個 私人企業 這個員工 自由管理 那就亂發刀了 所以 就更得倒閉 啊 第七 是社會 失業問題 全民企技倒 失業率 將會大量上升 說 整個到2018年底啊 將會 增加百分之30 失業率 另外的話 那國內社保 就不健全 生存危機 尤其在經濟上 生存危機 就造成災害 結果還是到晚 第八 是人權危機 維權 中共必須 要 加大維權力度 這個維權力度 還是要錢 你知道嗎 懲罰 這個各種 維權 這個一維權呢 全國做很多很多的 越維權 是上訪隊伍最大 啊 上訪隊伍 根據 十一之前 這個 中南海各黨政機關 這個政要 一個 這個政法委 有一個官員透露 他 已經通過他鎖定了 有十路進行上訪的隊伍 十路 十路本王 第一路 是退伍老兵 啊 南路路 而且 退伍老兵 大家我不知道 這邊看著我們看到 微信上就把這些退伍老兵 大量的排隊 而且 青島最近有一個青島的那些 退伍老兵 其實就是 要求上法 橫圖 這個我 我也看到這個 而且 全國各省的退伍老兵 都打齊了 基金城 什麼 湖南省來啥的 支持 這個 山中省青島的 老兵 這個老兵 聯合起來 也是在這個表情 這是 據說 這個老兵 有的呢 七千 五千七百萬 五千七百萬 第二 這個 反王 第二路反王 是P2P受害者 啊 他們 已經 都租了車 專門 要到 參與 上法 用 五十萬 第三 各地被選擇 幸福壞的官員家屬 已經結成聯盟 啊 而且 和 退伍老兵 和這個 P2P受害人 啊 這些人 都聯合起來 這些個 被選擇性反虎 家屬大概 總計有 一萬五千人 第四路 要兩萬 人以上 啊 另外 第五 就是說 山都授光 和廣東 朝山 災民 不滿 政府啊 也要上訪 一約 五千多人 第六 各地八個省的代客老師聯合上訪 還有代客老師聯合上訪 不 不給養老金的承諾 不承諾的給養老金 東北三城的這個老人 已經組成一個上訪團 啊 啊 連上訪聯盟 上訪 呃 有二千多人 第八路 各地被強拆啊 啊 業主 有兩萬人上訪 而且這兩萬強拆的上訪 呃 上訪隊伍呢 還有北京市本地的人參與 啊 加一塊有三萬多人以上 第九路管王 是北京市的低端人口 就是外地打工的人 由北京本地村幹部總之 起來 要上訪 大家都知道 習近平趕這個低端人口 一天就把他攔倒 這個呢 加上北京的村站 和本地各個北京各本地的村站 都一萬人以上上訪 一時 是深圳 去嘉世事件 我都不知道這個 我都鬧得清楚啊 深圳嘉世事件 高校 什麼聲援團 加在京的一個毛骨組 啊 這一塊 他們是聯合起來的 也有進上訪 也是一萬人 所以這是十路上訪 這些隊伍的動態 已經被共產黨掌握了 這還是 啊 另外還有一路就是 被整肅的軍官 如果 一旦上訴十路板王勢力大 這些軍官就要起來 所以共產黨內部 就是戰爭的亂套 所以為什麼很多消息都洩漏了 為什麼人家有說 中國一定要出大事 那麼這個像在共產黨內部 它的官員已經 你洩我我洩你 所以 很多材料 非常真實 他可以把 王岐山的家族 王岐山的什麼私生子 什麼的 包括習近平的私生子 習近平的海外資產 習近平 習近平把他的一個外孫 弄到非洲去一個小的國家 他就等於是 將來就不是洗 他到非洲去洗錢嗎 建立那個企業嗎 他們帶的不是有 他的自己代表 然後他就到那去了 將來的議程他 這個 習近平是他女兒是嗎 都安排好 所以這些共產黨 他們自己都在準備好好 大家都在準備好好 所以我們現在分析出來 才分析出來的結論 共產黨估計真的超過了 因為他自己內部 自己內部 所以我們也是 我幾個上次跟 張建考慮的活動 我就是號召那些 中國內部的人 起來反彈 而且據說 中國內部人 自己互相養的人 這個反正 共產黨現在的習近平 政團的人 1990% 所以 為什麼說 所以我 我現在希望 我這個分析大家 反正我就是 成立的材料 都是從別人的材 只是我做的 啊 好了 我就這樣 啊 這個 張老師讓他 好反覆益 這個 掌握了很多的材料 他這個 這個啊 是我們這個 軍土國 特殊的老戰友 啊 共和的材料 這個 張老師認識很多 合遜的那些老戰友 啊 這個 這個 下一個呢 由我剛才看到 拉邁加來好幾次 是我們造成的材料 他是我們那個 以前 當來那個薩拉的那個 西藏流氓政府的議員 啊 民主選舉出來的 他最厲害的 他也是這個研究這個 西藏文化的 詩人 文學家 啊 他在那個 法國的 中方研學校 中方大學 都做那個 西藏文化 他有很多那個 法國的學生啊 都 他們都很欣賞啊 聽眾的西藏文化 然後他自己也是 是 那個拉邁加 來吧 講兩句吧 我知道 我呀 科研是這個 翻譯的問題 你知道嗎 還可以聽 說就是幹什麼的 哎 拉邁加怎麼沒有叫 叫我們那個 會不會中文的西藏文化 來 哎 他就下午來吧 下午來吧 好那就下午來他來講吧 好吧 那個 老師 那個 呃 我不用接受 啊 我給你接受 那你自己到這兒來 到這兒來 到這兒到前面來講 因為我們這兒有 這兒有這個 對啊 那你要到前面來講 我都沒了 前面請看 大家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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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 嗯 就是 我 關 的 官贵呢 拿了没有人 人家 你们明明 其实你还在干吗 我不是要提醒 我要说的是 明月一月九月 算是什么的 共产军文化之统 和共产军文化发售的 人家 飘溜的 是他的意义这件事 都是人家 官贵也是明月 但是官贵不懂什么是明月 他就说 我不是明月 你们明月就和会 他对这个 后来说的这个九十五 你说什么 下吃草 又是什么 痛男人 痛表 不减 都没有变 这些呢 我后来写了一个 包向寺剧本 你们就唱 写的篇文章叫 有力 也要扬人三分 我们不跟他这样吗 就是 我很有力 官员会很容易爆料 很有贡献 这是我看的 为什么当 我研究 官员会爆料的时候 他成立 在理想中不说疼 所以是他的贡献 但是你有贡献 你就可以远了 假设说 平时不对 假设 下一个量是不对的 文章是不对的 不对的 他也是个人 你也得从你审设 你不能 因为是无路人以后来讲 但是 国安卫这个人呐 他只有九年 没有指使 所以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命运 国安卫就是个命运 因为你反正是无产王 和国安卫一样 可是你这就不成功了 主动于你不设 也就是说 国安卫可以说 我不是民主党 我不是共产党 也不是这个民主党 而这个行为什么 他说的不是个民主党 民运是一个我们行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与人呐 那些圣子有事 你不是自己充议 你不充议就算 国安卫一样 有自己充议就充议 那 说 他是不是民运 那么我写这个 有利而让善 我今后就是批准了 国安卫一样 他呢 也在 他的这个 生物中心上 用那个 王博 王博的下 上个鞋 他用你 你敢来啊 你不是在那边吗 国安卫一样 他就是 有一个人 哎 是我们山东 打起根本来的,他叫张德宫。张德宫在江峰大战的时候, 那个随着石油山,唐冯迅,梁文强,他们都是首相。 他们为了种多,想象一下是土强,为了种多这个人,这个实际不对。 所以,就在那赏亮雨河沙长德宫。他们长德宫我也不知道,他们带着衣服,顾一张,带着妻子妈去去了。 他可是事前瞎着妈了,就停止他们在那赏亮雨河把长德宫给一时间毁掉。 哎,他们已经那时候都停到了,所以下着干净就跑。 好,高长要通过这个上课的时候,这个跑卖圈下行,就跑出来,突突突突突突突,打扫。 把卫士长打扫,把卖打扫。张德宫显示,是谁跳过去上课,参加了上军。 所以,后来一天讲话。 明天在抗疫前一种,文远章在洛阳开会的时候,上德宫听到,文远章,我和每一位姜妹可以永远夺战。 但是,我不能和逃避人的随惨经典多长。这是文远章一种通过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过眼中,这个,这个,这个物展区的张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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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统一,他出的一定没有不对的。 这时候,都去和谈不张上了,总版,谈不张笑。 这时候,这时候,李统在文远章点上,表示,他不和旁边的黑国站,张德宗,报告。 他就像,去探柱,讲任了吗?我去。 他,这是一个要杀他的人,平时把卫士长杀了。 张德宗显,就带着部队,拨着,冲,冲钱。 我去看,像这个,林役进发。 到了林役出的时候,十二十路旁边远到,在吃四人一会儿。 从这边围在那个屁股上,嘎下来,手持了。 这是拯救的,不过你吃。 他就和谈不张说,你走吧。 把我手标带给我老婆,告统他们,我怎么死的。 你都不能赶紧我死了。 你让我自家了。 这也是十二十路旁之称。 可是呢,旁边的旁边的旁边就看见日本文字,突然跑退, 在这种情况下,哎,这是这么不实行。 我们有看到,郭军的账量是多么样的贵大, 美国人的民族多了多么样的贡献。 那么旁边的旁边是自己不对的,可以认识做得对。 他说我杀了这个减身,减身就是这个水液,涨分不满。 他这么多来救我,说你怎么看的? 这时候看到一本位就突然退退,这是这么的。 他就跳出去,跳出去展望一看,我这个大家眼睛上就能看,我说的是书啊。 那个旁白雪就跪着去干钱。 我们能够做到官贵毛货。 他这样自己是个民运,就不成了。 我要说的是,书你也要打败,我就是要官贵了,要打败。 但是他也没有。 我把这展望合成,丙面的我批评的时候,我欺负。 所以就说了,这个里面昨天是共产党的批判,里面没有见识。 共产党里面就看到它是个实施,是个怀战,是什么? 但是,共产主义是个指示。 共产党坏的哪里?哪里就坏的脑袋党。 总是要,江泽民审是什么?是。 罪恶是他们的,但是哽怨不是的。是什么? 是共产党宣宴,是不俗。 你们研究过这不俗吗?不研究,就给了共产党。 这就是这些。 这就是,这个。 里面和这个学义一块。和那个。 里面和那个。 这个。 那个。 我习经习。 我习经习。 远今日丁嘛。 您不,我习经习很ぜ。 远今日丁啊。 远今日丁是一个不识字音的的找的。 远今日丁,你没告诉我只是后来,只是回应该这么解释。 你不是说这个人生的这个 不是 我要说是容易的 我只是把我已经发觉 这个比你说 我要和我们来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 穿军完了 我也 我也看 我没见过它是迷迷过的 但是你看看这些事情 这个那一天 你如果做了学校 不得 我们 看家庭 做的评估在园 然后远洞兵啊 和这个 这个 这个夏洋也要点 远洞兵提出了 第一句话也就是提出了 我继续 解释我的 勇修严格论 前院的公民 我在有一部书 这个书 很喜欢一部书 这个勇修严格论 在17世纪和18世纪 就比德国的女神经论奖 包括德国的长世纪 还有俄国的女神经论奖 完全你说这种 不太内人都应用 有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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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 可是 更容易感到 惭愧 也是 像 徐亚长 越泽洋 有个 北京大学的九十五 这个 说什么 是 国是研究所 北京国是研究所 他永远不知道 折 不是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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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洪兵 你从前在那边写是 两七八糟的诗 这不是编例 远洪兵写的不是诗 远洪兵的 忠语和固语全是脱的 不说八道远的一块 你忠然不是 这个编例是脱的 为什么 他不能编定这个问题 你忠在业内 你身上得到了解决 那么 既然解决了你一个九岁的身份 你用一个不能生的业绩 去下说 所以这么近 我还要说 比如说 这个 保住你去 就那个 就我那个 老小 那一年 你们也开会 好像 你毕竟不得发那个 天也叫 我去 你也知道 我没去 为什么我没去呢 我知道 我是乱七八糟的 我去 我去 我去拿了钱 出去 就是跟那牛麦蛋子 在德国 抬头 抬头 哎 抬头人家 所以牛业要找你啊 我也不能高兴 去 我也认了 我们请多嚷你 你说 这个贫心 我和那个 水也和他 这个贫心 他们那男生 就是因为我写了四天罢了 不是骂 就是批评了 远洪明队 那不是说 那是不说 哎 他们喊好 来找 那么之后又 狂动的来 就 我弄了 明北东 现在就 一块一块儿去 他们就是 决定那个 远洪明队 是要问讲 不是问讲 是乱七八糟 我去那些 我也携了 他们又搞性 哎 我也不知道 咱们 那一块儿去了 然后不要弄 是真心实义的 这个 反共嘛 在反共 我从里头有个理想 但是他反共的反杂 反共的学者说 哇 就是 多久 有去台北 台北 有必要吗 所以我们的民运 既然有民运 以后我们又用 发动的前一年 实际上 我有说明 你多想说这个 我 他明显也怎么样 去去去 就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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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去 你没有帮忙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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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行事 需要新的组织行事 需要一个 能够容纳所有人 的这样一个 概念 概念什么 什么是一个 就是在一个概念之下 不能有的人 比如说 这个 共产党全员 就一个概念 就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之中 这下说出了,去内部发毛袋,能够怎样去说的,永远考虑,开始进来。 那你想在年代就是从来说,这两个人没有经营的。 有个是从来起的,能够融到我们去看有几年的。 我们容量不了这样的人,怎么容量了。 民主是多远的吗? 我不是说的你挺的,你老是个人。 说的是说你把你挺的。 你应该讲了,其实我应该讲了,说话。 我们不带着,你不论这些字。 咱们不是讲话吗?讲道理吗? 我不是道理吗? 我说的是,你咱这样的台湖天的胡说八道, 应该正假,你的地方也有点点。 OK,让你讲。 我不是在讲。 我不是在这儿讲,从了国内外的观众直播。 谁讲。 这个有个话吧,你咱要插个话,我不让你插。 那我们大会,我们应该上了进来。 我们的民族是,研究大陆和财务力的话。 这个研究。 我说,哎。 一个只是,这不是只是,只是相互讲。 是大陆自己的内需要求。 你那听不得起。 你那我认为的话,你都听下这个题目。 对啊。 这个因为是我们台湾,不是,我不是台湾, 我是大陆,就是我们大陆确认,台湾不确认。 在调管面积当中,可能有套。 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中学自立的面积。 不是的,只是大陆确认。 什么时候让你提吗? 那我们来着。 我们没准备。 我们这个交,我也有可能交错的事。 所以说,交到要不要宁丸镜。 我说,如果我们能用了它的话,要伪伤。 我可是呢,我并不和宁丸镜用联系。 我和宁丸镜用联系。 反正我也不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简介。 因为我没有考察,我不知道。 我只能这样做。 那么,我说了这些以后,也许。 我理解就是一个特点。 我永远有关于我已经说成功。 反正因为,分也不是实行这个地。 就是我们的商务。 其实我能说。 我这些不,这些不。 我俩说你,我会想给你。 好吃耶。 好吃,好吃а! 有些桌,运来就是不二人。 为什么这一次迂现没有能力? 我们先过去发生了一段时间 我们这里当中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下午还来的一些朋友 并不是谈的朋友 几乎我们开过许多那些会 我看惯了验诫的那些 我们有时候谈着自由民主理论 希望思想 但是我们的延长很与此和受访 所以我们研究内论没什么关系 这个我就不多讲这个了 然后这个 老罗准备好了吗 下面就是我请这个老罗 他一直开车都不准备水 什么的 其实他也是在国内受过伙害 受过酷刑的 我本来这个我们这老朱 他开着那车 一直要陪我们三四天 结果他就去那边了 他就找了好几辆车 去借我们的人 就是有的实在是找到门了 像我们是经常出去的 经常可以找到门 今天今天飞海 这还是惯有的 你说那拿着GPS 他还是惯有的 这也不大 最后我那天 因为我在那个 泰国全部寨的时候 我把你东西丢了 我的手机丢了 很多朋友联系不上 老罗电话没有了 就是卢有神 如果正常在地界里 他也是记住 我完全不碰见他了 老罗说我一直在找我 老罗就说这几天 他也不去做工了 他要是开导渠 他开这时候 他也会 大家在一起帮助大家 买水做一副 老罗你过来讲一讲 好吧 好啊 过来 在这边 在这个位置 好在这个位置 这个他是教会的 对 就没有时间去说课堂话 但是我还是要表达我的意思 在座的有些人 我是第一次跃到院内见 但是我还配复他们的毅力 就是和共产党的三个政权 那么多年以来 他们反抗这个黑暗司令的勇气和意 当然包括盛学女子 另外一个就是当店先生 他说的 但是他对我不了解 我对他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他吃一顿的饭 吃我两天 还有一个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 我说你说四分钟 对我十分钟的表达 意思 那是他一般忘记的见 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 他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他是我送的创伤 我本人二十五岁的时候 信仰了别人 两年之后 我第一次尝到了中共对宗教的迫害 我为什么要简单地用一分钟的时间 介绍我自己来 而不是来见证我自己 我没有什么可视的见证我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 就是说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中共其乐的一个政权的体制下 我对他 我虽然有一些生活的阅历 但是我是没有认识的 1989年 发生在成都的事件 我是亲身经历者 我是那个时代的 成都那个地方的见证人 这个故事我不去叙述它 因为今天不是叙述这个事情 我信仰耶稣两年之后 我被抓捕了 最后一次被抓捕了 是在二零一九一九四年 我在那个监狱里面 拜了十年六年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 应该说我有这样的经历 我对他 怎么残酷地折磨人 怎么杀人 怎么制造假案 在这个体制内 我是越来越看见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其实我对中共这个邪恶政权 我对他也没有真实的认识 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句话 就是因为 无论我最近在十年 或者是来到国外这几年 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 今天就是反对中共 这个邪恶体制的很多 有正义感的这些人士 他们都是因着个人的利益受了伤害 那么有时候我就和我身边的朋友 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我们的利益没有受伤害 如果他剥夺了我们的财产 剥夺了我们的东西 他还给我们 我们还恨不恨他 他是不是好人 我和很多人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想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 寻成清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就问 从中共那个口里 或者说从中央那个党媒这个 所有的中共那个宣传机器里面说出来的话 有没有一句真话 有没有一句真话 为什么我非常的看重这两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当他有一天 他说他要冲泡黑暗的亚子 要和中共这个魔头 要和习近平这个魔头 你看他长的那一副僵尸脸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 其实我这两节也接触很多的人 各社人本 包括 所谓有信仰的人 不管他是信仰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还是有其他的信仰 他们说现在的形势在好 你看他的感觉 彭妈妈 你听到那些恶心的话语 你听到说习大大 你听到中国 还有那么多的人在维护毛泽东 还在打着我们 我们不管他什么策略 什么不策略 他们还在举着毛泽东那像的时候 我想说什么呢 一个崇拜邪恶的民主 一个人能够去崇拜这些 撒旦的化身 这些邪灵的化身 如果把这个东西看不透 这个民主必造极大的劫难 很多人告诉我 中国人赋予了 法国人告诉我 中国一定要强大 已经是老二了 可是他要第一 如果崇拜邪恶 人类发展六千元 有崇拜邪恶 有崇拜魔王那个民族都发展了 可见人类崇拜邪恶 拉到了什么样的顶峰和顶点 我这句话 不是对那些人有信仰的人 而是我 深不痛苦深感悲哀的 就是指的那些所谓有信仰的人 他们连这些人的事实都看不透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中共一天 心里里面绝大多数的一种 死之死的给中共下了一个定义 说它是邪恶的政权 说它是撒旦的政权 但是这个撒旦邪恶政权 到底有多么可恶 它到底对人类 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 缩小的范围 它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去 它就是吞噬人的恶魔啊 但人对这个撒旦恶魔 人就恨不起来 人恨不起来的人说 我的亲人老鼠 你看今天的舍吧 你看我们的什么什么利益 为什么我现在要寻求两个化学 如果他没有剥夺我们 没有伤害我们 恨不恨他 人如果真要打恨他 要把他写个十字要看 就是他无论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 无论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利益 那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信 只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 把我们带回地 无论没有信仰的 没有信心的无法 我只表达我真实的经验和信 是我经历的 所以 这天坐到车子上 我听到有两个地团子里的谈论 终于叫灭王 我就问他 我说你就说 谁能灭他 什么时候灭他 为什么要灭 我就听别人的看法 他们谈到之后 我说我简单的谈一下 个人的很简单一点感受 这是一句俗话 天要灭中共 无论今天美国也好 还是西方的势力也好 他们的心思意义 都在上帝的手上 都在神的手上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圣经上有一句话 狼地心在耶和华的手上 从龙公里的水里入口 今天每一个人的觉醒 包括他们对部的斗争和厮杀 都在神的主角的谈谈之中 他无法逃脱上帝的安排 我看死不根据人 我是基督徒 我只根据神话 耶稣说 我没有他的允许 神主在万人 他的时候到了 我是在神话的基础上 我不明白真理 我也不相信人类 其他的有真理 人类只有听造物主的话 只有顺天意 顺明意 敬畏上天 人类才有处 中华民主才有处 所以 我说要让我 他必灭 那我是在 圣经 神的话里 去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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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那些高官恶魔早就说了 其实他们的计划 他们的恶毒 是超越我们想象的 红色江山八成万个人头 谁要换 什么意思 他们毁灭民主国家 毁灭其他国家 那么多的投资 他们都是做不到的 他们可以明明把一个人杀了 在这里大家做到一起做成片 等于是我亲眼看见的 这些事实 他们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说 他这么邪恶 这么强大 那是不是我们 看到他的事实 就相信没有能够能够立他了 只要人能真正的觉醒 对他的实质 对他的邪恶 从心里面去决他 你心里面要立下一个心理就是说 无论他给我什么好 无论他宰得我欺骗我 无论他今天说一个什么话 宣传一个什么事情 他说了99%的话 是假的 有一句话是真的 就是说共产党有时候还可以说真话 你如果你的话 建立在这句话的基础上 你还会上当 为什么是这样 圣经上 创始第三章有一个意思 蛇对下话说 神情是真说吃的意思 不一定是 吃的日子你们眼睛就明亮了 这句话半真半过 但是你听了 人类有限的罪 你死了 其后 必须把这句话坦透 不把这句话坦透 因为今天任何一个人站起来 敢对中共撒旦政权的 他抓住了一个人制造一个想案 给你制造一个摇连 你都会怀疑你身边的伙伴 为什么要把这个话坦透 就是说你不把这个事情坦透 你就会怀疑你身边的伙伴 就是说 你把这个事情看透了 无论任何一个时候 你既然要做一个民主人士也好 有正义的人士也好 有正义的人 有正义的人吸起手 反抗这个黑暗的势力的时候 凡是来自于中共那个地方的任何的话 都把它当成鬼话 他都不是人的话 他反对张建也好 反对圣学也好 反对郭文贵也好 这些人哪怕他再坏 哪怕他再坏 他都比中国共产党 他都比习近平彭丽媛 这些奸夫淫妇 强如百倍 好不好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事实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事实 明天张建 拉着一个女人在外面干坏事 人说张建也不能不可靠 你说他也比习近平强万倍 那是 你敢不敢杀这个女人 真是 他给你好处 他给你好处 你能不能识破他 你能不能看透决定下一个结论 共产党就是一个邪人 就是一个说谎的 你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 你能不能坚信这个问题 咱们这里面有天主教的 有基督教的 你是基督徒 你能不能下定 共产党没有一句话可信 他的话全部是网援 只有今天反对他 与这个邪恶黑暗势力 站在对立面的人 他们是你最可信的人 这就是我 这是我的身归劣力 经历出来的 共产党的话没有一句可信的 没有一句可信的 那我刚才说了 没有哪一个强大的政权 他敢说 他能把中共给灭了 神能灭他 上天能灭他 神能灭他 神必定灭他 时候已到 所有群体 中国的人民也好 各个团体的人也好 西方社会也好 他们的心里面在上帝 在上帝的带领之中 灭他 脚灭他的时候 的地区就到了 那我们心里 你如果对他 对他的邪恶 对他的反动 对他的无耻 你真的开始炼烦他 恶心他的时候 当有这样弃绝的心里的时候 这样就顺了 死了大 就顺赢了 大流了 就顺赢了大流了 我 只能一个很小很卑微的一个基督徒 多去认识神 对邪恶 对他吞噬 人类的实质有认识了 当我们弃绝他 背叛他 不会被他的谎言所带走的时候 他的灭亡都要加速了 那么 其他宗教信仰呢 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自私人人怎么办呢 我 以我这么近年来的一些观察好 我给你们有一个建议 叫顺势而为 叫顺势而为 顺大流 我说这一句话说出来 不一定你们能够满意 或者是伤及了一些个别人的一些情感 但是没有关系 52岁的人啊 坐到这个地方来曝光 再说假话 太累了 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的建议 顺到郭文贵这个大市去 顺到郭文贵这个大市去 不论你们加不加入他 不论是怎么样 顺势而为 借力 我是瞎子 我是瞎子 我找一个有眼睛的人去找 是不是我就要好一点了 我要拉着他 不论是哪一个民党 不论是哪一个团体 如果 我为这个顺势 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去加入 至少说我来往这个开床 或者一些地方 不要去扎他 不要去诋毁他 你知道他了解我 他在我家里吃个汗 我非常尊重他 虽然我说他说话抢我的时间 但是他了解我心 我和郭文贵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心里里面是一个神的地位 不会有任何一个位置 会是一个人的位置 但是我知道 你要叫我去评价 评价 我现在很好 他是体制对他为了 他身上也有很多霸弹的秘虚 对吗 这是肯定的 他就是一个瀑布中的一个败败的人类 但是这个人有正义感 这个人既有独仇 所以说 就顺他的死 因为所有人 我能看得出来一个动向 不管他是哪路 来自哪方的妖孽 或者是哪一方什么 他来到那个时代 他有他的 作为一个普通物 他有他的责任 他有他的死 顺这个大事 顺这个大事 一定有利于在座的 为争取中国的法治和领取 一定会省力的 一定会加速的 这是我个人一点看法 这是我个人一点看法 不知道对不得好 我是要谈取他 我不会跟博先生的认识 我对他心里没有论 但是我能够把这个事情看透一二 能够看透一二 为什么是这样顺他的 为什么去顺他的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人 他既有无仇 正义感 北宋末年 简单一句话结束 那个时候有比卢之生的高强的人 比他胆灵大的人 多的是 但是 但是 卢之生这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像正关系这个恶霸 做过那么多年 没有人去杀了他 那 妇女两个人在树上遭遇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 为什么最后去杀这个 手刃仇敌恶人的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 只有鲁子生一个人 独自鲁子生的五股高强 使这个人的天性 这个人的人性好 既有奴仇 他容不下这些 其他的英雄好汉 喝完酒都能调性妇女去干 不正当的事情 鲁子生喝完酒 要么就睡大觉 要么就杀恶人 郭文贵就像他是个很坏的坏蛋 我把他身上看透了一点点 如果我看出来的就是这个人 既有名仇 有正义感 那有正义感 中共是个邪恶的 他在里面呆过 他知道他容不下邪恶 那这个人一定会和中共 跟杀人争权和弱魔争权 一定就会去死磕 那这股势力一定会带动 加速中国的大制化 这个形成 那中国人民 有希望的那一篇 会加速地买到你 所以说 这就是我 我最后就取这个例子 讲这个故事 这家伙记录一场 我喜欢 我欣赏他身上这个问题 神你再有 你说你反神 你反共 他伤害了我的利益 你反他 但是如果说 我骨子里面 生命里面没有记录无仇 没有记邪的那个本人和本性 有一天 在撒旦政权当蛇队 耶稣说 我把天国万国都容华给你们 来 一定的我吧 有多少人 喜盖又软了 那跟着有正义感的人走 我们的人性 我们的人品 是会受影响的 这就是说 我对一个在网上的 里面 把握了一个人 说对 就是说 民主民政 他的当理 他的路线 和一些方式方法 因为我比较外行 我不去谈 但是我就是 跟这个人 谈我的一点有见 所以谢谢你 谢谢 好 老公说 这个饥饿如仇啊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也有武术馆 我们有很多朋友 你看老老老 老钱啊 很多我们的朋友 我发现我们这些练武部的朋友 而且有点信仰的朋友 不管那观点有民主和 饥饿如仇 这就是一就是一 二十六十二 事就治 不治就不治 多说一句话 就被恶者了 但是我们过去呢 通常做不到这个 明明 做了很多坏事 恶事的人 然后没事 我们那一对理论 想说 哎 这事怎么样怎么样 那事怎么怎么样 有没有真理的 我们 这些有信仰的朋友 最主要是求真 当然对文贵呢 有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本来不讨论这件事情 我也跟他说了 我们在这不讨论 支持不支持 因为这些不是重要的 我们民主运动有自己的道路 我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对郭先生 他做的爆料革命的积极意义 我们给予大力的支持 但是不积极意义的这部分 我想大家自己心里都明白 也希望他有许多感想 我私下里 前一段说 尽最大努力 总是会 私下里 跟他讲哪些事情 我们认为不妥 哪些事情 哪些话不合适 但是你不可能让我张建 在任何公共的媒体和空间 我去批评他 因为他很清楚 他在做什么 很清楚 不用谁教 他也知道他做错了 他也知道他做罪了 他也知道他做罪了 就是这种情况 我上次在那个 刘耀博先生获奖的时候 我们在奥斯陆 当时那个BBC呢 就问了我们一个民运人士 很著名的 我也不提他了 就说 为什么对刘耀博先生 有人就说 刘耀博先生 是推动合并 以及非暴力的 这样的一个领袖 获得那位的革命奖 我们那么多民运人士 就是一千多个国家代表 都坐在奥斯陆大厅 那么美好的音乐 都这么大的这个途遇 但是也有人说 说他这个所谓的没有敌人 等等等 就是很多批评 也是我们很多 著名的民运人士 也站出来批评他 然后BBC和TK一块采访 就问他 就你给我一个结论 然后那个朋友说 我们是民运团队 我们不是毛泽东的团队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 统一的思想 我们也不想统一 大家就有多元的 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想法的人 大家 因着推动中国现任民主 我们还能聚在一起 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向前走 这就是民主人士 那么我们民政这个团队呢 我们不是一个 很严格的一个主组 为什么每天站这儿 因为我知道谁要讲话 要不然我们都是 跟谁去讲话 别弄成一个 永远一个鲁奇 一个一个什么样 然后一个什么 我们伟大人物高高在上 然后大家每次见到他要怎么样 为什么要搞成那样 我们本来要多的 把这种圆桌的会议多 但是满起来很方便 所以说今天我们京都 当初很多人 在我们国去的那种 论资排盖的会里 他们都不可能去讲话的人 但是这些朋友 在基层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们是我的朋友 有的是我教会的基督子妹 我们这些年就一直在一起 去做做一些事情 你看法国团队 昨天来的一些伯论 那今天早上他们又来了 然后就是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能做一些事情 在德国 结果他们也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在有点 和其他的国家 那我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完了 说一千个道理 到一万个那个什么理科 没做出事情了 你的信息 你的理论 最后 那个行为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空谈 我们空谈很久了 理论太多了 就是 我们中国民主党最需要的是 说了还做的 做的就要表现出来 这个 国序历史上摇把地位成了个顺 那个后世的时候孟子就说 人为孟子是不是摇把地位成了个理论 然后孟子说不是 为什么 因为摇 小顺先做了一个小小的镇长 顺就把一个镇 变成了一个大的都市 变成一个大的都市 所以你看看 他说顺天宜 又有一帮人跟他聚在一起 最后变成一个孤家寡人的 不信才能推渡中国自由 一种运动 每天在这些圈里骂来骂去的 我也不是认为可以 没有这个自由 我不用 好了 你要说什么呢 孟子 你今天上午呢 你不是下午休克去吗 下午晃晚六点一会 四点出头一点就要开 哦 要是留恋一下的话 那四点一刻以后也要开 哦 那我们这苏老师 那现在我说几句好吗 我要感谢大家 他时间一起了 他说两句好 十分钟以内 十分钟以内 宽容一点吧 一刻钟好吗 一刻钟 一刻钟好 十六分钟 啊 一呢 我首先对大家表示感谢 啊 你 这个会我来参加 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非常有非常大的收获 我甚至于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 哇 这么重要啊 是啊 我夸张吗 我没有夸张 我没有夸张 我接下来会说 你没夸张 但我感觉到十分夸张 哎 其中还有你的功劳 我待会再说 详细说 为什么呢 哎呀我先说那个老罗的那个吧 嗯 老罗说那个大家就是统一在郭文贵的旗帜下呢 这个我 我们坦率的时候我也不赞他家 嗯 我的观点呢 跟张先生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老罗那个问题非常有价值 他说郭文贵 啊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可是他们接触了共产党的内容 是吧 他那个反共的旗帜 这就太好了 不是反共的旗帜 我说错了 哎呦我太激动了 说错了 我就是他一开始说话 但是说着说真的就握出去了 就不怕 刚上台我总是很值得 没错了 坐在空间对国家的那么好 是 那怎么说呢 老罗说的好 啊 就我非常支持 他有点不足 甚至有点错误 我们还要跟他一起作战 他我们不是居高临下团结他 我们还跟他自己要作战 我们要有这个气概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气概 将来大批的中共国官 很可能就要投诚过来了 哈哈我们怎么宽 对他们优在俗路宽大处理呢 哈哈哈哈 我们还要出台一系列政策 你犯什么罪 有什么功可以将功署罪 具体的数量关系是怎样的 他要有数量化的标准 还有就是说你是 你是起义的还是投诚的 还是投降的 还是完抗以后投降的 政策上都要有区别 哈哈哈 现在我们是什么 用共产党的话说啊 我们是 面临着七届二中全会的时代 我们就要进程了 就是我们将来要去接管 北京什么的 可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年纪有大 是不是 接管应该是留学生 带同反对中国的人 我们是去接管他们的 我们去接管的时候呢 我们有责任去发行 那些年轻的人才 由他们来负责接管 而不是由我们负责别 但是我们要起到那种牵线大桥的作用 是吧 我都已经老了 年雨花甲 有的战友更老 年纪轻点的战友也轻不了多少 希望在未来 可是我们是穿针引线的人 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就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我就说就这点说啊 老罗的话太有价值了 那么现在我说说 我说夸张的内容 为什么呢 昨天我听了很激动 那个江老师有句话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 我一下子感到恐惧了 江老师说啊 中共什么都完了 除了军事手段 什么都完了 大家欢心鼓鼓地说 我就恐惧了 中共甘心吗 他肯定不甘心 他狗鸡跳墙了 狗鸡跳墙 我们可是可能要对付他 我们不怕 可是我怕的是 狗什么时候急 我不知道 他跳哪头墙 我也不知道 这我就怕了 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现在不知彼啊 那我就怕了 然后我想 中央情报局什么 都不是吃素的 他们应该知彼吧 哎呦我看看老天哪 美国被中共骗了几十年 你能相信他吗 哎呦我的天哪 国内有一句话说啊 吃着地狗油的命 操着中南海的心 我就是拿一份 普通的微博的工资 可是我在替白红五角大佬 操心 哎呀 但是呢 站在这里的里程上 所以 值啊 就自己能够做贡献吧 所以我第一要感谢 江老师 包括我第一要感谢张建 组织的聚会 第二我要感谢江老师 一句话弄得我 恐惧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 那么 要引发我思考 但是昨天实在太忙了 我没办法思考 我就已经疲劳了 后来呢 小刚一句话 跳起我的兴奋点了 啊 张小刚我第二第二 第一感谢张建 第二感谢江老师 第三要感谢你 哎呀小刚那个思路高招啊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要让中共高官互相坚实 你镇压了没 你这家伙出手很大 我没有很 到时候我可以宽大 你宽大不了 然后这样 到时候我可以揭发你 哎 这是高招啊 他们弄得我们人民害怕 互相防范 互相坚实 什么都不敢 我们要反统战 就像小刚的高招 弄得高官类 我可是没什么 我孟宏伟虽然犯了罪了 可是我有坦白存宽的出路 你是没有 我跟你划清晰 要弄得他们怕 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能弄得中国高官怕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 我们要感到自豪 对 进小刚的高招 佩服你啊小刚 我第一天就看着你没看错 我老是盯着他 哎呀张小刚在哪 我要跟他喊他 哎真没看错你 所以我现在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了 我宋某是有眼光的 接下来呢 我要感谢我们的请主 真的要提 昨天呢 我给他们 给盛雪啊 还给他 藏族 维族同胞 送了一些材料 就是咱们游说西方政要 和西方德界的人 对吧 这些上面你看 都是你们英语法语的记者报道的 不是我们民运自己说的 你看 我们民运说的 只不过是进一步证明的事情 而这个底子是你们记者 大量的报道所证明的 这是我们书记出来的啊 那这样说 就有说服力 是不是 我呢也想给那个老秦一份 我呢预计是在赛纳和邮轮上去的 但是呢 张建要我讲解啊 一会儿这个人 你们昨天啊 就是 怎么说呢 人分成两波 还弄得我心里很难 后来我觉得啊 就像老罗说的 那个是天意 就故意 就故意让我知道一个错误 然后我回到家呢 好像有一件比较大的事 我忘了办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我也记不清 然后睡不着啊 想起来 哎 老秦那儿 我就忘了记一份东西 然后我起来 一秒八点 寄给了你以后的 睡一就过 睡一就过 睡不着了 这是老天帮忙 所以老秦啊 感谢你啊 让我犯了一个错误 感谢上天 让我犯了 睡不着了 然后我想起老秦老师话 想起了小帮的话 想起了哎呀 大家说的话 然后我想起了哎呀 这狗 到底在什么时候集 墙到底在哪里 到底跳的是哪种墙 然后我想啊 中共召集高官子女回过 这可是一个惊天大阴谋啊 来了 就孙子兵法里的那一套 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 所以我觉得 还是 所以要感谢大家 真的要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这个主意好到什么 能让我自豪到 觉得我此生没有白活 好 具体就说到这个主意啊 大家听了 什么主意呢 就中共说 让高官子女 就说啊 半真半假 咱们就说 中共的话 他为什么能欺骗人 他就有半真的力量 但是他的邪恶 就在他半假 但是他的邪恶呢 又比较高明 容易使人上当 大量的人上当 而且连续不断的上当 为什么 他有半真的力量 那么这句话 真在哪里 假在何处 我们来分析 你要是大量的高官子女 我这不就暴露了吗 你接下来要跟我们打 是吧 他不对 我就分析了 他就是让核心层 也就是最高层的子女回光 让普通高层 高层和次高层的高官子女 仍然留在国外 他们大队人马留在国外 给人家造成一个错误 你看 高官子女大部分还没有 你看 他是父母的儿子 就跟我从一个学校 他是啊 他老爹那个 你看 是那个 什么什么 军区处司令员 就是跟我 就在跟我同一半 大批的高官子女 都没有回过 给人家有错误 实际上呢 他就有种被打 极少数的 副总理以上的 人大副委员长 以上的 军委委员 及战区司令 以政委以上的 而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参委 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 那批人家弄归 可是弄归归不好弄啊 把你们召集回来 开一个会不行 分头去通知你们 要派出大量的亲信 哎呀 这个张叔叔 我是张叔叔 你还记得我吗 当时 你看 我是你爷爷的秘书 我是李秀叔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是你他爸的 什么委员啊 看出大批这样 紧募员秘书 去碎头 这些人啊 最高层核心 也不容易啊 因为他们也知道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们有在美国的利益啊 我是美国大公司的不总经理 我好像得失还要做工作 做大量的工作 这大量的工作交给谁做啊 交给广大员论做 交给你们新唐人大气员做 交给你们海外所有的华人做 大家整天议论纷纷 把这个利盒并都议论清楚以后 最后一些人到场了 说我是你 我是张叔叔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是你爸爸的企务员 或者我是你叔叔 我已经谈了 大量的异性 听到你脑力的手机 我最后一些人 不回去的话 所以这些议论呢 就是借我们广大公众来讨论 让最高总和性级的高端 做大广相比 所以这些议论 肯定会出现在网上 他们就用不着 有一点事 我先到尝试 我先到尝试 你先到尝试 你先到尝试 要先到尝试 我的一声要有点 然后你先到尝试 然后我先到尝试 对美国实施 全国性的大气 这个大气是什么大气 10号天 大家还记得吗 10号天 用生物去对美国侵查 全国反应 把美国的人口全部消灭 那么有时候生物种旗他不认人 不分清红告白 把华人也杀了 白总人也杀了 那就包括高官的自缘 之后天不就说嘛 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华人 因为那些华人 他们虽然是像我们的党 做了很多地下工作 但是他们长期生活在西方那样 所谓自由民主的环境下 他们的自想意识 多少沾染上了这个东西 就是在接受我们党的领导 尤其是像国内那样 接受党的领导 是有困难 尽管他们是自己人 我们也把他们干掉 就像当年对待地下党一样 诉讼监狱里 有一个人要把监狱里的特务 全部杀掉 终于来向毛泽东汇报 他说这里的地下党 我们估计超过5% 甚至超过6% 是我们自己的同时 现在人都在我们手里 甄变一下就行了 哪怕能够甄变出 1%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 就是建国一时 百费担心 没有必要清理 杀掉 自己地下党的同时 杀掉 因为共产党的本性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要 发毒突然袭击 那么回过来 我们就说 用生物武器对美国清场 仅仅生物武器 绝不会仅仅用生物武器 为什么呢 它最高级的手段 绝不可能公开 那么 但它又没有办法 大面积的使用 更新了的一代 更新式的武器 怎么办呢 普通的人清场 用传统的生物武器 大面积的来 但是首先会集中打击 白宫五角大楼 中央情报局 这些机构 它会用更新一代的武器 比如脑控武器 让那些工作人员 一下子脑子也是失灵 它真的就是 正常思维能力 只有65% 还有35%打断 甚至50%打断了 还有各种各样 还有那种激光 啪一下 让你致忙 办公室工作人员 眼睛全瞎了 虽然理智清醒 只能打电话通知军报 赶快接管五角大楼 因为我们的遭到洗击了 我们几乎有一万人 也已经失明了 它又有那种很明显的高光 所以军兵法上风 出其不意 攻击不备 所以它完全可能打 所以我分析来分析去 听到江老师的话 我分析了一个 一个是打核战 双方同贵有境 很明显同质 其实中共领导很怕此 比普通人还怕 打常规战 先从台湾海峡开始打 还是突然有特别人 华裔在美国的 装承普通游战 什么大批人马 一下子继续华盛顿 主要给到空后 然后一波突击队 直接出向白骨 五角大楼 这种胜算也很低 常规战也很低 唯一的就是打 超线战 超线战就是生物性的 违反常规的 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完全出其不意 就可能去这样打 我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揭露了 揭露了以后 我就想我没有白骨 可能提醒了白骨和五角大楼 因为这是中共的最后一招 就是姜老师说 军事手段是最后一招 军事手段里有三招 核战 常规战 和超线战 核战 常规战都不行的 只有超线战 超线战就是这一招 一下子揭露它 它就没有招了 最后一条路给堵上了 请大家传播 我就是因为传播 所以已经迟到 核战 当然也可能 它打到最后 像希特勒那样 我跟你拼了 就可能 但是一开始就把这个 可能性 可以上下 我们应该加一块 我支持美国 对 所以 你应该要在流通过来多讲 但是会到我们来讲 对 下次一期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 应该要多讲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学习 再学习 所以呢 现在很多情况 可以马上 我继续说完 就 我继续说完 这个老聊 提问 我就甚至怀疑 这个朱温呢 就是他 超线战的手段 因为朱温呢 他可能尝试 因为朱温是不传人的吧 一旦朱温传开来 人家虽然有防范的措施 但是没有想到防范人 就是不传人的 他想利用人们思想上 那个传统的惯性的认识 来出气不易的 朱温在美国传国 但是这个新朱温能传人的 他可能在实验的时候 你管着什么 怎么这么一点 没有 对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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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飞碘 我也 他们超线单位的 要前进 实验生物武器的时候 一下子 安全透析 防范通知 都跟不上 因为领导人要 要不要射击 而起 反正 比较粗糙的上 让他们去失控 全部飞碘 也都完了 所以很可怕 你别看那点什么呢 我看了都怕 所以我这个人 我就是像大家说 我是充满恐惧以后才站出来 就是无知者无畏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我知道了太多 我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 阿尔太大 老牙你出了 苏老师刚才讲的 公共叫大陆 我就是大家的行人 但是有种小话 而且现在中国人 他就不打台湾了 常规武器不打了 我刚才说吧 核战常规战不打 他就打超限战了 超限战不可能 你去上头都不论人家怎么 不是 他就在比如有些特工人员 在美国就穿多生物武器 就在那个潜入自来水场 把这种特别性特别好的军苗 超限的 放进那个城市的下属的 就是供水管道 然后每千家万五 哪个人来的有多客的 就是无学的 你们走之后就走不上水 就走不上 中国人有两个那个 两个中校吧 他们有一个超限战 然后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做的 像江老师说的 如果哪一天 就像2018年或者19年 我约会发生这件 他可能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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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我想 我可能这个 可以抱着 我以后 因为在 他不需要 本来更多的 已经能够到 我有一个问题 这还有问题 他不是要杀伤心强 传播快 符合着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 现在是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共产党搞这种 生物战斗 或者戏戏战斗 他会不会做一些 基因分别 比方说我们这华人 让我们幸免于难 这我就不担心 那也是这样了 我们要辨别基因 挺好 就打王种人 然后王种人留下以后 因为你心状 搞笑 就是为了避免 不伤高干子力 你看那个宋老师 对高干子力 他说 看所有的各种文的报纸 各种议员报纸 然后他全部超路下的 还有靠和的基本 你看那天 那天马力 他说在哪发表 马力都听不出什么时候发表 他都立好 你哪天哪天 比如说和老汉 在The Moon的 你比哈凶啊 还有这个 贝加罗什么 在哪在哪 他都给摘好 您刚才还没说完 这针对高干子力吗 像我们这样的 非赵家就不行 因为以色列 那么收武器呢 这种辨别比较新鲜 以色列这方面技术比较新鲜 以色列可能也有收武器 为什么他先进到什么程度呢 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 那个人种区别 可是很小的 那用来辨别 黄种人和白种人 那么就绰绰有余了 所以跟以色列联系 然后赤浩天在这个讲话中做 如果时间实在来不及 我们又没法从以色列那儿拿到这种技术 自己的研制又跟不上进程 我们就提前打朝鲜战 牺牲我们的同胞 牺牲我们的地下党员 甚至牺牲一部分我们的高概 那我们的海外华人也跟着倒霉 真的倒霉啊 所以你们都 没有天啊 他们投降了 你们怎么没看这个报道呢 核心在这儿 他这个报道还这么少 我看了以后可怕 我都不敢站出来 包括以色列跟中国关系人吗 跟中国关系人吗 但是所以这就很可怕了 这是这是 越关系越好越可怕了 好 这个 孙老师讲完了 还有部长了 这个 这个 吕又吉呢 还是有一个孙老师 他这二十多年都没参加了 啊 呃 昨天那个黑海啊 嗯 他找到了 这个 他和他爱人 到那边喝 吴克兰接他们 就 还得喝 我说我不行 后来跟着喝喝 我发现 我们两个人也喝过他爱人 不 他那爱人 根本挺不住 那个吴克兰 不但有漂亮美女 真的喝 后来 黑海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 他有一天 就是他和他那样 两百青春的儿子 那儿子才十几岁 两百青 然后说看了你的什么片子 俩人越看 一边看一边哭 那儿子 很合作产品啊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 什么片子 所以说我说 这个平凡的人呢 他会给我们这个 特别多的打 这个 昨天我们这个老兄呢 他这个 他来这边 他来打工 他说 他去教会的时候 教会一帮红色金属 他大工的时候 哪怕大铺那儿住着那些人 每天在这儿 法国自己 能着生活着 赚着法国钱 拿着法国利益 还天天 妈好 好不好 中共好 他觉得 他出来这一段 他的事情 太悲观失望了 我们为这些 怎么能这样 大样的全都 我说我在这儿已经17年了 很多这样的 但是我也有一批不一样的 必要求他们怎么样啊 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 那我们下边的时间呢 这个今天这个 这老兄呢 一直跟我提在香港这个 那么我们今天还从香港来啊 那老兄讲的香港片子 今天也十分钟嘛 想想那个那个香港的这里啊 然后就后边是那谁了 我行了 你别走太远了 谢谢大家 大家 是这样 当然因为呢 我们的整个人经过了 我说整个中央的这个 那是 这个话不肯定 这个呢 我自己是有升级提供 我就讲自己是升级提供 我也不讲 你介绍一下 你公司一样啊 我那这个在这个 这个明天 现在这个 这个 像是二十年 这个今天呢 看到很多老大 新年 那么 以前呢 是在这个明天 后来在这个明天 就参加了 这个社会的 也是一个明明的 这个教肆 这就像这次会 最终的七个会 那他就参加了 这次 那甚至今天 或者是 他们整个人 有些事情 建筑 然后讲到香港呢 因为我之前 其实也往到香港呢 这个金融的 三个月 当时 当我拿到通行证 还没过 螺谷海关的事 一直担心害怕 估计能三个人拿到 六个月 他对应的还不及 直到不能出去 那么在这种三个对应里呢 因为以前的 中国这些 我们经验的 哪一天他可以马上 把一个通行证据 我到派出所 去他通行证的时候 哪在做什么 出去啊 不要因为外面做是好的啊 这就在 大家两个有机会 往上山拉过去去 我就知道 比如说你听到这个话 哈哈哈 他就这样讲的 当时我在三个多岁 从文政策来报告 成绩多分的经验 一直去谈 其他朋友 这样去谈 最近是 终于两个小的 终于是中间 从文政策来报告 他这种话 很好 到了 你出去 能够到香港 有资源 赚在土上的光 也不是我自己的资 那么在这种中 到了香港以后呢 从来参加美国呢 我直接参加了很多 这样子 有社会的民主 就是香港的资源 我们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就知道 82年是对正好 中英谈判 香港的资源 当时很多香港人呢 对这个中共的资源 就是在这种幻想的 一些新疆 因为它整理的资源 生活的150多年 能够回报 就是报信 就是一个幼稚生 发败 大家的萌萌大水 包括有一个次 看看 谁给三更看的 可终于的 他整个人 他整个人 谁知道以后 对这六四 包括现在 这个人很晚 都需要 但你们就感到 他里面根本现在就是 一遍 这三个多年里面 现在把民主的一个终点 就是这样 那么他承诺了东西 中英联的生命 基本法 都是他的最悔 都是他自己定的 在中英联的生命上 就是他 起早的版本 叫《非兵皇签字》 基本法是他起早 他向香港同胞的资源 他将为普选 那么 因为最大的中国人 对 中国对香港同胞的 这一个词 最大的就是 普选的 那么在小方位 他确实是 有些方位做的普选 但谈到这个行政展 有个二十多年 大家都看到 总统的死亡 在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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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因为 不想让你们回去 那不想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有一些 像你能够把一些 保育传者出来 维护 基本上最深的 你中国计划 往来维护 但是 你这么维护这个办事 那么 这一件产生的 能够 他就成了死亡的办法 那么 在维护之前 大家认为 真的维护以后 想先把维护全 更加自由 一定会更加美好 但是二十二年的 已经没有这种 这么说实话 先把维护 确实实是 因为 中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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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签的 他自己定义 但他们就要说得好好的 他就是布尼国的清晰 战律 因为现金啊 怎么做怎么弄 但是后面做事 没有做到 所以大家追这一点 就是我 然后在这个以后 产生一些 产生的一些 资料的版权力 我真的说是 资料的版权力 大家要去争取 这也是 像现在的相对的 法律化学 法律化学生 所以 现在我们还要去 产生的 产生的 这些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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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體制下 在英國人管制的時候都沒有想到相關的 大家現在回到中國的交交流理 讓我想想大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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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原因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真的好多不信 我們就不會說不信 那我想就是這麼簡單 謝謝大家 好 這個 我們畢竟呢 這位中國人支持什麼大陸 台灣民眾和大部分人 說我們在海外呢 要做一些事情呢 就是這次包括美國民眾投資啊 包括我們法國的 上面有友台的那個英國人員 我們實際上前幾天 馬力女士去這個我們的外交部啊 我們一幫人在這兒有一個人權大 也提到包括法國要和這個 台灣啊 更加的好好關係 包括我們在歐盟啊 那邊的那個歐盟友台協會的 也都要加強更多的關係 我們支持呢 我們作為歐盟大陸的民主人士 也得征服台灣的 有民主性格想法 他畢竟是我們一個民主的 向個燈走這樣子 那麼我們這個 也不知道那個台灣的別的朋友 能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說我們下午的這個 晚會 其中有很多醫院家 醫院家呢 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有些是我們教會的 有些是我在跟他們相識認識的 十幾年前呢 他們一半都是這個藍的 一半綠的 十幾年之後呢 差不多99%都是這個綠的 所以說 但是呢 他們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說你們也得關注中國的大陸 民主 所以說我們在法國的這些 台灣的青年人 跟我們都是很好的關係 跟我們在這邊民運團體 也有很好的關係 所以說他知道 這是一個大陸的 是水族的 但是他也來 而且下午呢 也會有 喬生 還有其他的那些人來 這些喬生是什麼呢 柬埔寨的法曉 當年那個 柬埔寨樓縣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 就在中華民國那兒讀書 就挽救了他們 所以說他們內心呢 對中華民國有感人的心 然後就這樣 所以他們也來要支持大陸 或者支持台灣的這個民主化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起這筆名字 老師呢 真的 我真的 我平時老是給他輸電腦 是這樣的 他每次在這兒 就等於說像我軍透課 共產專制政權 把我們一批的這種議員 是關在監獄 都給包配了 然後你說我們通過這直播 當直播上我看很多留言 你跟老曾講的報告 我們可以有不同聲音 你是不是這麼反對 那 他講了很多這種理論 能否得出的結果 他用的語言體系 完全是中共的 不知怒惠意的程序 然後一上來就是這樣 沒有改變 然後你們都不懂 就他知道 你這這這這這這這 這這這這這關鍵 就跟我黨不是一樣了嗎 永遠都是 我是最正確的 你們都不想 然後 你們這今天 什麼都沒幹 我不幹了 你們老是這樣的實況下 我們怎麼辦 但是我還對於前輩 還有尊重 我們在巴黎 也有幾個前輩 為什麼可以叫 我們很大的努力 擺在這位置上 不是說那種 所以說讓 看著又傷心 又幹什麼 希望更多年輕人期待 他在這兒 我也在想 哈哈哈哈 我還在想 我還在想 怎麼跳起來 我還在跳起來的 還在給他修電腦 在後面 哈哈哈哈 有病毒吧 人家有病毒的情況下 我們就刷掉我們 一定要把它點開 看它到底是什麼 哈哈哈哈 他黨什麼幹什麼 你看他這麼幹什麼 我就得行 哈哈 沒有辦法 我平常的時候 我判了三年 八九的時候 我判了十幾年 總共下一年 所以說 還是要準備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 畢業說一到臺灣 那麼這個秦晉呢 秦晉主席經常去臺灣 啊 然後這個 關係也要很多 你就談一談這個 臺灣呢 現在的一些情況 然後我們 啊 海外 海外的民主人 說朋友 怎麼不真是臺灣呢 啊 這個比較變 嗯 相信這個 這是臺灣人 怎麼會根本沒有臺灣人呢 對啊 剛說了 哈哈 居然提 居然提 你現在去 我給他 派人 去 啊 如果 如果臺灣 去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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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哈哈 哈哈 我馬會的時候 是台灣人 啊 你要告我 告明 你有點 我去過臺灣 去 臺灣 包括日本 他們 他們很怕 中國的 對啊 你明白嗎 包括蔡公公有 我們都怕 都怕 都怕 但是我們要 對呀 拉著一點點 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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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張 這是張建築的風格 他沒有意思 他沒有意思 在我講臺灣這個問題之前呢 确实我对台湾是很感触的 刚才两次去台湾去了之前2008年 明天4月的年龄时 他想报到台湾的状态 结果我们也能够去 我去的年龄很少一年 能够去的最少一次 最多一次一次 但我想先讲一遍 当时的两个年龄 我先回你一下 北京老师不在了 不然然后回答他一下 回答他一下 明镇是法国成立的 成立到现在 就是说9月份成立 到现在成立了29年 明镇曾经起始终了 全球的参与者高达1.3千人 那个时候给人的感觉 明镇很快就成立 未来的一个中国的 其实这种 就是当时 现在明镇里有种感觉到 明镇很快的明镇 明镇很快的明镇很快的 说难看吧 最有种感觉到 当时的明镇说过这样的话 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明镇 其实到现在 坚持到今天 是靠少数一些人 在我们自然的状态上 坚持到明镇 所以说 人们还有两个人 因为我想问其他人 如果有人对于说 好准 maybe 确实很多明镇 可能相信 有大的窒息 就是我呢 我这个数字呢 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 比较 就是说 当然 这是我的技巧方法 其实明镇也是 明镇存在 我也希望明镇 尽快消失了 明镇是什么时候消失呢 我相信等到中國當時政治大陸也很少 林鄭以藉由自己的行使 大陸進化去領導中國的進化 這個作用果然是大陸進化 但是林鄭又回到中國 和海外的一樣 國民興起的地方 重新建立起來進入新的政治 改變中國的進化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那個時候 林鄭也許不行 會閃到 永遠問到另外一個政治 政治大陸進化 到時候海外民興起的 非常可能的機會 而這個機會 當時取決中國老百姓 後來老百姓開中 我們不一樣的 我們在海外幾十年之間 他們的辣子 從來的中心很難得到 中國不一樣的 大陸 有很理想的光泉 光泉實際上 就像是中國略國 這些國家 都造成了 八十年代六十年代六十年代 一齣 在那裡的政治地方做不到 他們 反對台 當時已經 可以這樣 看看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的 其他國家的 我們還會 你們狀況 關心 覺得我們 這個老百姓 先給大家一起來 保持 可惜老百姓 不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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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堅持 至少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 我們是願意在 林鄭的棋子 不會 不會 你們這裡 不會 不會摔摔 你們這裡 進入 摔截的環境 是會有的 但是 隨著現在 我進行這個變化 我看你這個 將來的 前面 會出 我會看到 這是我 有 有這個心情的 另外 我講一個皮外話 皮外話呢 就是 我最常喜歡用的 盲人摩像 盲人摩像是 正規的一個 一年故事 來自我經營 盲人摩像 就是 不一定 對四個人 看到的 完全 不一樣 有的人 是摸到了 我們也曾 我們自己也是盲 在整個大個世界 這樣 不然 千萬 我自己能看到 整個青春 所以呢 我為什麼 要說這個話 有些人 就是 絕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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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 他看到了 摸到了一隻 牆 他認為 大象 摸到了一隻 牆 摸到了一隻 牆 他認為 大象 出身 其實都是 平 概念 我們 可能 問這個問題 這不僅僅 明顯是 大問題 其他 對 對 能夠 能夠 能夠有洞察力 把問題 看得比較清晰的 透徹 這些都不是看到的 而是體驗到的 所以為什麼叫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達賴喇是一種大海 就是 原朝 風變 但是風變 的 藏人 藏傳國教 高斯銘的稱呼 但 那甚至 流行 等於成為一隻 那一隻 意外 只能 做什麼 那些 都可以 忙得 不舒服 好 我一直說 就是說 如果我的視力 自由 能夠看到一百億 我千萬不要一個 百億 一百億 想不到 看到這個 就不存在了 不ír 不揚干我搭 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想說的 這些話呢 就是千萬不要把自己的 這種事情 在台湾上就是在台湾里面的起源 跟台湾有那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台湾 我想我当年台湾里面的创始人 王武昂博士最后的文化 那么为什么这个说明呢 因为我从王武昂博士起来 王武昂博士到处 当时的奖会经理国先生 派到他的 派到他去 找到了王武昂博士 他认为 你高兴成长大的 起来 白兴 这是一个什么信念 因为国民啊 讲这些什么 讲将会是 不是大力 是心理是 有很大的大力 就是 就是怨气 就是抱歉自己 你念我 我也想方向他当真正的作品 我会 他们说没有这个 应该说是把心态都对 应该理解他 那么 说话生意 不习惯点 打听电话 那么 其实海外民呢 跟台湾的关系 到奖厅里 1988年 1月13日 去世以后 开始发生变化 开始发生变化 在台湾的频道里 成为了李登辉 陈辉 陈辉 是台湾新厂的 李登辉 出出在1923年 大概是 年初期时 到现在 大概快要 九十七十 快要九十五点 所以 我曾经见见他 他见见以后呢 会他有两半小时 三千三个小时 我对他就知道了 真的 理解 李登辉 李登辉 先生 送了我很多事 说我讲了很多 他 从事 政治的事情 意识 我理解到我 他说台湾人 台湾身上 我更多的在他身上 看到了他 政治智慧 而又获得了一种政治机会 这个政治机会呢 台湾 我把他很多都是看 就是引领台湾 走走出困境 台湾和喜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台湾会忠够到 中国的政治 那就和以前 就不一样 以前 支持中国东西运动 是自己的事情 从那才开始 那就不是自己的事情 他们问多了 需要的是 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 之间 一种 一种分担 造符合当中 他们的这种心态 就像 我们自己长着老 也希望 都长着老 我们前面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 千万不要怪自己 应该理解他们 理解他们 所以 李登卉先生 后来 继续推动台湾的民主化 做到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他基本上就 对台湾今天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经过了 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政治运作 能够走完了西方国家 几乎是几百年的政治运程 使得台湾现在成为的 我认为是非常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以后 台湾一路走下台 一路走下台 把这一棒 他在96年之间 竞选总统 第一次民选 然后 2000年 他下台 下台以后 有政治运作的技巧 使得指责了 百分之三十八年级 或者三十九年级的 成熟主 战胜了 不能够结合作为一起的 连战和送出 你微弱又是 取得了 这种机会 那就从这一刻开始 应该说是 成熟主继续续维持台湾 中国大陆的 政治上的民主化 同时 也加快了 中国大陆的 分离的这个步伐 这个 但到现在讲 一直都不能分离出去 其实 我记得 格局就明显了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机会 我认为台湾现在等待一个 机会 中国大陆的政权 发生上变化的时候 要回过台湾现在说 中国的大陆政权 看是中国共产党 还是雇俄金汤 他的雇俄金汤 有很大程度是西方的政策 就是西方 自从八九年以后 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错 所以 如果 中国共产党认知的 全国共产党认知的 美国共产党认知的 美国共产党认知的 包括 维持一个中国 还要扶持中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明明呢 从那个时候说 这个就是费狠 西方社会可以抛弃掉 很多人批批我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这是不懂得人说的 婚活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哪种人的见面 因为我们上海话 讲了句话 有男生的 亏你挑点的 他挑点的都扯了 民运是天然的 这种都懂事的 人认为民运是什么品种 全都胡扯在那里 民运是靠着少数个人的意志力 牵持下来的 所以说 我为我们民运人士 预训续续续续 坚持了其身体 所以美国呢 这战略的错误 一直到彭斯的演讲 他承认着 我们美国 十百年 我们美国 看错了中国 中共非但难得得到 他的患难 然后扶持一种肥恶 养肯为患 所以说呢 我是认为 彭斯这个人意见 基本上 印象一个基调 是中国人 已经是大变败 黑暗的 这是政治性的历史机会 这也是 中国人所讲的 天使 利益 人和 罪子 罪起先发生变化的 重要的一刻 天使是变化的 我先去年为年轻 自己知道这个 我很早就知道 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权为主 而我们海外的问题 大多数的事情是 批评中国人权的状态不好 要求西方对中共施加压力 这是 学学效应的事情 这是学三男女的事情 做不到的 但是 我们一直这样也都知道 完全会断练在 中处的原型的地步 让西方感受到 他们过去政治的时候 这一条文字的情况 是比较高的 好 那么 在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先讲一个 我们插海外 或是讲台湾问题 讲一讲一讲 你们和西方的问题 台湾也是在这个困难当中 它想出去 但出去 现在我们太极群群 我们有一首叫懒雀 懒雀 懒雀 这一首 麻雀在手上里面 想要飞出去就先起跳 够造起跳 想要暂次被上帝的时候改变 这种状况下 台湾就是这种状况下 也是 只飞鸟 它飞不出去 但今后情况不一样 美国政策改变了 台湾有走出去的机会 十几年前我最喜欢的地方 希望 陈水远真 能够 能够有这个 长远的机遇之心 进去之心 积极地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 只有中国大陆政治演变 在台湾才有机会寻找你的最终的出路 你的出路 无论是飞鸟出路也好 还是回回大陆 返回大陆去执政也好 因为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幅信给马英雄的高级目标 叫金福冲先生 我信心是这么对他说 金福冲金先生 您的祖上就靠着七大恨 十三度盔甲齐立 白山灰色之间 诺尔哈子和黄太极 都有这个愿力要入住中原 果然他们就借着明朝的内乱 借着吴三桂的县官 他们入住中原 得下了天下270来个名 这国座 如果说台湾有机取之心的话 国安全可以领导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它政治上 它经济上是强盛的 军事上也是强大的 但它政治上是腐败的 你能够击败它的 只有你的政治 你只有你的文化 可惜 我还惹 我眼前没有点 马英九在八年当中 几乎就是像一个 像南 就是你 南逃以后的那种 没有什么座位 现在到了蔡英文手上 蔡英文才开始的时候 表现的是 拒绝承认九二公司 遭受很大的打击 两年之内三个邦交国丢失了 台湾的有些朋友问我 我说丢失这几个邦交国 很好玩 没有关系 你老是跟这些小兄弟们 小兄弟们玩的什么好玩 他这么做更加会使得 现在上台的美国政府的 他的对台湾的贪衡 只要得到了他的贪衡 台湾可以跟西方发达国家提升关系 那就完全破坏中共的外国环境 这不是件坏 坏事情 有的时候危机会带来转机的 这是我跟台湾的外交部 一个官员的对话 那么果然很快叫蔡英文去访北美 在这个时候 我们正好跟盛姐都在里面 华盛顿 还在跟华盛顿的博会议员会谈 他们是个叫中国 中国事务呢 那个叫沈柯的 方言谈起了这个问题 问是否能够让川普总统胆子更大一些 角度这样不怕更快一些 所以借着蔡英文访问的路文 就叫访问南美 所以途径美国的时候 过境美国这个机会呢 进行会面 出现川采会 不仅仅是川采变化 但是川采会面 这种外交上的举措 一定会打碎北京的外交的吸引 可以对他们的吸引 造成巨大的震撼 可以破解 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和军事的压力 那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做 现在我得到的信息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 川普其实很胆大 反而是蔡英文还是比较 有意 我也会说说 尽管说给他拿了一个机会 给你们 传统一番话 那是在17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政府 其实这辈子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呢 台湾呢现在 我认为台湾 过去的这几十年 对我们中国民主运动 其实是有支持 有限 支持是有的 不然的话 我们每年呢 这个地方一个会议 那个地方一个会议 钱哪里来的 我们因为自己 自己打工自己 养活自己 哪里怎么得钱 觉得很多人 在民运以外 都对你们根本就不了解 纯粹就是我刚才说的 茫茫像 因为我也再举个例子 有两人在我床下说话 我说你们两人说什么话 你们两次学说什么话 你们说的根本就不是 我说的比你好 不会说 其实很多人对你们批评 就是对你们毫无了解的人 毫无认知的人 所以对这些东西呢 怎么办呢 自知不理 所以呢 去年呢 2017年呢 出现了一个 大论的 自媒体的一个 壮观的那个 现象 就是爆料 爆料 没爆几天就完 全是假 但是假的没关系 假的也好 假是真做 假的东西完全都不好 也有好的 假手是好的 假牙是好的 对吧 这些东西都有好的地方 不能把假的东西都看得不好的东西 所以说 中共的就是大分子很臭 我们都知道他臭 他臭 我明远是清楚的很 绝对比爆料很清楚 千万不要以为他爆料真 一下子就带领天下 没有这回事 不是根本就不是啊 你如果这么认为这是你自己认知的 认知的短板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 我是不会 我会决定 不允许自己去这么认为这一点 这么一件事情 带来了媒体上的大门 就是绚临多层的图景 文昭 小明之心 吴建宁 陈破空 还有那个 俗过来了 这些自媒体 我经常去听 我听了以后 我还不够不经的自己听啊 直接要取得联系 直接取得联系字 因为你们都在虚拟世界 我希望你们到现实世界 改变中国要在现实世界当中 到现实当中来 所以呢 这一点上呢 就是我 很庆幸 很多做自媒体的人 我是不仅 不仅只是满足于听他们的简化 而是更应该更 积极的 跟他们取得联系 认真的 我非常认真的 拜他们为师 确实 有的时候我就可以少做误会了 他们这些一般话 就可以引起有很大的 很大的联系 所以我现在还得说回来说台湾 台湾 台湾总的来说 它是我们中国民主民众的一栈灯塔 我一直拼敌台湾 你们这种灯塔的光芒不远 你们给的力太少 太少 所以说呢 不是说在黑夜当中 你们都照耀着海上航行 航船 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很艰难 希望台湾给我们实质性的支持 其实台湾给中国大陆 有了切割之痛的实质性支持 应该是到1988年 讲经过去世的那天 划成句话 以后呢 台湾对我们进行的支持 都是属于一种道理支持 当然在89年的时候 台湾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那个时候中共躲过了 躲过了灭顶之灾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 共产党好运不会长久 共产党好运马上就要结束 尤其是我很兴奋地看到 西方总转型 早就说了 美国是里头羊 你走错了 大家都跟着走错了 美国走错了 大家就跟着一起走 去年的时候澳洲总理 又勇敢地回应了中国 抢了中国 我们中国人也说 我们澳洲人也说 我们站起来 他为什么敢说这些话 不是台湾有多大胆气 而是美国先变了 老大哥变了 黑到黑 黑到黑 黑到上也是这样 老大哥 太子放在这里 小弟弟就赶你出手了 老大哥不是我想 小弟弟也不敢生想 这个社会 国际社会 和黑社会都有很多相似 我认为半生很像是一马尸 所以台湾的好日子很快就回来 那就看台湾民导演 台湾的朝野如何把握这个机会 台湾朝野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 帮助于把在困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 让中国老百姓能够走出共产党困惡 有人要你说 要启蒙中国老百姓 我说千万别做 没用 中国老百姓启蒙国 中国老百姓要的是结果 你结果给他就行 这个结果在这个大事之下 在这个天时到来的时候 这个结果很快就会给中国老百姓 再走一遍 有很多人 有自己的力量可以进行推动的相似 所以是很少 所以就要求香港 希望香港人能够给我们一个上街争取 双五选 很高兴看到他们 有了两年前三年前的那场 雨上的游戏 希望他们能够再卷取重来 香港的变化 他们的带动中国大陆的变化 它是一个一把刀破手 所以现在看到在那个 新疆地区的严重的政权迫害 版人的这种迫害 没有中共政权的面网 它这个迫害 还会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能够聚在这里 一起来探讨这个国师 机会来 大家携手一听 一起 尽自己个人的电影 会成为 巨大的通力 从旷这个中央专制 台湾 我希望台湾能够更尽心 准硬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到很好的作用 谢谢 谢谢 请问老师一句话好吗 请问 我 我 明治安老师是 因为我们人民的英雄 谁 你呢 但是我们 我们的草门也很喜欢你 向高层 或者台湾的资金会 提供 因为我们 后面的支持 我们的民族也很多 但是 我们总要 大雨上 还要帮忙我们的雨下 千代雨下 那我们回答一下 知道 那 我再一个不觉 6月25日我在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蔡英文总统 接受法新社的访谈 就说了 希望 西方国家 都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遏制北京 被西方的扩张 我一看 这些我都 我追求了 十几年以上的时间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 这部线写给台湾的一个官员 邀请 第二天跟他们 会见的时候 把我写给他们这部线 答应出来 我们会议的时候去谈 我就谈到了 其实呢 四两国前进 台湾前往都要想看自己 完全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 在这个格局当中 造出自己的 一条路出来 我们的民运人 是这个线军 自己的青年造 我们是什么都不缺 我们做 说实在民运不缺智慧 民运也不缺 那就是说 聪明人很多很多 民运只缺一样东西 就像撒家帮里面 有一个段里面 就讲了 胡唱会对的 来接下来说 我们这只不可以 要钱要枪要子弹 只要这个东西 民运过去的时间做不下来 缺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的缺 没有资源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民主中国政线的经验呢 做了两次尝试 当然很大的风险 当然个人的声誉上的风险 还是没有做成 是机会的 没有资源 资源 资源 这就是怎么样的 其他都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我是自讲 自讲实惠的东西 有的朋友跟我讲 我觉得是 自败的很 就是这些东西 其他东西也不能 问我 都考虑了 除非你要 你也拿着资金一起来 其实呢 到时候 都到中国一变 资金多的时候 你推都推不了 那到那个时候 这些商人都觉得 把这 他们资源拿出来 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化 这个是他们的圣经 现在我们是 民运的蒙切式 蒙可罗雀 将来一定是蒙庭若是 谢谢 谢谢 这个 刚开赛 我得向秦老师 不愿意 不愿意吗 不愿意吗 好 这个地方我就是 想提一个 提一个 提一个 台湾上他们去说话 他最令我一个 不解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和他 都是传统的 基督教 这个里面有一些分 当然在中国出现了 一个新兴的 一个基督教 有新兴的 我还有一些 看法和理解情 他给了我 一些好的思想 一些传达 而且我看见他 不仅仅是这样 他在世界各地 欧洲在法国 包括昨天 他也做了一个 真实的例子 就是让被 中共这个邪恶政党 迫害的最严重的 一个叫全日神教会的 包括一些家庭基督教的 就是杨牧师他们 因为我也是家庭基督教的 我认为张建先生 他能够这样做 其实他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支持他 不是最大的原因 那我在想 您是这个明胜的 今天的这个领导团 包括盛决女士 因为我没有在提 这不是批评的 这是我的一种 我个人一点心深 就是说在这个 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当中 包括像这样的活动当中 能不能就是 结合当天这个先生这种 在有些时候 为中国的那个基督教 就像我们的新疆啊 这些少数民族啊 像你竟然为他们 就富含家庭基督教 包括特别就是 当天先生提到的 这个叫什么全日神教会 我也看他们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们的人品 首先 他们为什么被中共最仇恨 要快把问题提出来 我提出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看到 就是说 哎呦我如果能看到这些 肯定我这个腿啊 支持你们的力量 就更大一点 啊 就不是大点像水 买一箱水果的问题 我觉得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 我有这个责任 为正义的事情 有义 我这个责任来支持 但是如果说明正好 能像张先生 敌军你们这个理念 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是做的最好的 最棒的 因为我怎么在选择一个人呢 我真的想 我们的责任 在发现 是 我没有给你任何的大帽子 彻底下 你刚才讲的问题不是人权的问题,整权的好,就是这个,谢谢。 因为我很早就十几年前就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权问题,是政权问题。要解决就解决政权。 而从九十年代中开始,整个西方只是奔出中国进行人权改善,从来不提出要求,你中国政府应该像我们的西方一样进行政治治理的改变,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海外的民营组织或者是人权掌握也文取其武,跟着这一些,还得只是人权。 无论是贵金生先生的联席会议,包括徐文立先生的民主党、民主党都是讲人权问题,都是讲政权问题。 因为中共政权才是,才是中国人权受到破坏,破坏的温床。不产出这个温床,不产出这个温床,不产出这个温床,不产出这个温床。 中国人权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也有这个主张。 那么刚才那位先生说到,就是张建的对各种过程的政治质量的支持或者有种。 其实在这方面,张建做的很好。在,那么其实呢。 那是说的最好的。 对,那不一定。 我不是夸点他。 那你肯定坎天了。 好,对。 你肯定坎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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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的忙碌,我想自己就这个意思。 你没看到我呢?我不说我自己做的。 我这玩意。 雷白,应该有他。 雷白,你来找我。 你不来找我,还不来找我。 在这方面,你甚至做得最好。 甚至在加拿大。 特别,特别。 他跟新疆人。 他居然应该让新疆人曾经在他一旦住。 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住了很多新疆人、西藏人。 那么我在澳洲做事呢? 基本上主要是跟藏人之间有结合。 那么新疆人我还觉得我真是太缺乏了。 这次到了美国才被新疆人打交道。 在看他们写的报告才发现我对新疆是那么的缺乏。 所以说我恶无了一个月的时间。 恶无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美国、华盛顿。 恶无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写了一篇文章的是我写他这一段。 因为我写的部分就是大中国的社会。 其中一部分就是新疆。 新疆人问题的来源是现状和未来的清楚。 那我的感觉,来源大家都差不多。 藏人问题、信仰问题。 少许你们看看这话。 来源我们就知道。 现状我们就知道。 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 我发现只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 解决中共我们这个固域, 这样合在一起都不行了。 那么只能够改。 等待神仙上帝听到了我们神仙下凡。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充其量是一共一山。 不要以为我们这么做,我们都把山给挖走。 上天派了神仙下凡。 上天派了神仙下凡。 上天派了大山给搬走。 那么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如果看到, 可以说在未来的转战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大的变化。 因为这个变化就像万化学, 一遍就变得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说现在就要知道自己的质量在什么地方。 不然怎么那些变化呢? 我们在哪里变化就变化了。 小门肯定要很变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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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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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澳洲人讲的,那我稍微再 dismiss一下, 但我想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香港人文字士的 用品蜴羯羯。 这五根基本说明是哪里呢? 我们听それは香港人。 他们零是1公里的? 范围的。 空临。 そして下 Panther在他们家的集会, 然后这军会暴走 然后再一个 我就采训一下 采训加拿大 一期干一下 那是来一个 在两个年 两个年在9月9号呢 我是在我家里面办了一个聚会 那次聚会是为了维吾尔的朋友 因为呢 他们在加拿大的人口特别少 他们在加拿大的人口特别少 而且呢 他们对外界所了解的非常非常有限 因为藏人其实在海外 由于有达赖朗的尊者 还由于呢 有藏人这么多年的 他们在非常紧急的活动啊 那当然是呢 外界对他们了解的还是挺多的 甚至我到加拿大 一个偏远的城市去做住校作家 当地只有三个藏人居住 他们可以搞起藏人的活动 只有很多人去 但是维吾尔人的情况非常不明显 所以那次呢 我是主要是为了要让社会上知道维吾尔人的状态 那么我也请了三个朋友 请了台湾社区的朋友 香港社区的朋友 网络工修炼者 那么还当然是我们一起是迷运的朋友 那个当时是我们还请了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一个前任的主席 他在加拿大 他1989年的时候从加拿大回台湾被抓被判过心 所以那个会议并不是因为报道中共才说的这个话 而是呢他们得知了我家里的这个聚会 然后呢是人民日报当时他们写了一份东西 说加拿大居然有人出院这个召集孤独聚会 哎 这篇报纸还有什么还这样讲的 没有没有 就是说的这个独法 这个独立的独就说成是独立的独立 那就是江独 藏独 台独 民运 打了报纸 当然是三个独立的独法 对 另一边就是呢 台独 江独 藏独 就是传统的独立形象 另外呢这是民运和那个法人的呢 这两样的家庭型的他把这个独立的独立 改成独妖的独立的 中国的一个称叫五独聚 五独聚 这叫五独 所以我呢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也插个大号二文就是五独了 当时呢人家澳洲的时候签到华文 那我合在一起 所以我这么一说 所以我这么一说呢 后来呢我现在为什么对这个感情特别深呢 我现在写这个诺文 就叫八独 那叫八独 哎你八独 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初衷 后来我满世界找初衷 我找不到初衷 我不能说这个初衷 来自我自己的 没有说 学术上没有这种说 我到外面去找 找到一条团 找到最早的也只是找到 两千十几年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圈子 这个胜选之间都要使用 我在澳洲联系 也就是五独 中国用的五独 因为中国用的五独它最最具有群位性 那现在的五独 现在呢我们不仅有五独了 所以最具有阴险性 但是现在还有呢 在那里是什么 我刚刚出来了 猛独出来的 呼独出来的 呼独独了 那不只了 虾独 猛的还有满 满洲人就是 东山市他们也在那里 调图了 所有这些团们 后面有些团们 尤其是呼独 把这些就给闹了 开玩笑 那叫 那叫 我先提到别人 然后呢 我们请教 因为我现在我也想 请教 但是我看你做的就是 没没没 我也提问 我请教一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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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到唯一 唯一 唯一 但是在澳洲 我们跟台湾的朋友 你也同样 跟台湾的地方就 要联系他的 来 因为跟瑞兵 他 那么 跟藏人的朋友 这个 我是在1992年 见到达达 你也可以 我是什么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后来信你 希望在达达 非常早 法轮功的朋友 在他们 当年成为就是 四二五 四二五 很快的 他们都有 那么 但是就是 为人的 为族的朋友 就比较奇怪 所以今天 我们在台湾里 没有 从昨天有一位 而且他还不是 法轮功人一开始 他们后来破坏 但是在 在悉尼我们很想 用来 这个服务 这个 交往 包括他们 有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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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找到了 但是在 那个 热股 就热股 到 悉尼 和 联系 所以 然后呢 就 这一点呢 是比较 比较 其他 反而我们参加一些 国际的 我都被参加 认识到 包括那个 那 这些朋友 这些朋友 在 在 在 西尼 全中教的朋友 我们也 也都接触过 我有一个建议 可以提醒吗 那个 维吾尔组织在德国 比较发的 他们有个特点 你找他不容易 但是首先你得 展示一个开放自在 让他再找你 我在德国 他们多次找过我 他们在汉堡有组织 然后在 他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做活动 就是他们就是 你找他 他就好像有点怀疑 会不会是什么 这是什么 在刺探我们 但是他找你 他信任的 他觉得你 对 昌大军中 他们找我们 神兵天佳 是 是 刚才你直接带点 我就说 中国如果有什么 身体上的重人 中国如果不好 是吧 是吧 中国老百姓 你作为 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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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督教 是吧 我们是 信仰上帝的 那就是中国 是吧 那就说 他卡太大 对吧 宗教才能够 自己的信仰 才能达到自己 你知道这一点 他特别好 但是你看 另外一个问题 他现在拼迫 这不能这么厉害 就刚才那边 就是 全能神教会 他是一个信心的教会 还有 咱是残功的基督教会 对不对 他就是 基督教教 他是信仰上帝的 他是 唯善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希望他刚刚才 他说的异症 希望呢 如果开这个国际文化会 就咱也就沿天了嘛 咱不会行 对不对 反这个逼迫 也希望能够 多为这个基督教 哪有个事 就是说 我讲了 我们的演员 这样的事情 当然了 你要像新疆了 像刚才你说了很多了 是不是 好吧 多年也起来了 但我看就是说 因为呢 好多像你们那样的好多有的事情 但有的不事情 那希望你们呢 无论你是基督府来吧 无论不是基督府来吧 希望你们都为一个受逼迫的这些人呐 说我们呐喊一下 我们基督徒说呐喊一下 再知道他表达特别的感谢 我现在上天就揍过你们 所以说你讲 所以说你川普发的推广 他就批评中国 就是世界上的基督徒 就基督徒要有这种正义 要为社会不公平要出来呐喊 如果忽然的话 你年轻的资格都不具备的 川普这些话呢 我是很欣赏他这种颜色 他是推得紧的 他都推得到 包括在美国 很多基督教会 真正出来为基督徒发生的故事 一个是叫 就是布希秋 他一直在救人 还有一个就是张伯丽 其他人派过 你不是把我挽过 还真正乎 无理的 他好像你多做 张伯丽没有做 张伯丽也不敢做 就是国内也有个那么多 只有无理 只有无理 那我把它讲 正要的基督徒叫做 有个游牧师 啊 这叫做 我看到过这一篇 王宁 王宁 你说的 因为我说 我说的是王宁 是四川的 就说正想问 你是四川过来 是不是 王宁就叫出来了 他就是四川的 他是不是 不不不 两个人 我说两个 王宁 我是林王宁 我很早就在一起 王宁 他还没有 还没有心跳 这个我们时间要有点紧 啊 赶快他上去 我 我 吃饭的时候再做 因为下面是 这里 我先加大 我再说一两句话 就刚才这位提的意见很好 维吾尔人呢 就是看到我们的网站 我也有这个职位 像张建 我也是看到网上张建的内容 我后来才找张建 是吧 就是这个点很好 刚才那个老青提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 我 那就是 这些问题 这是民运的最短缺的项目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文章 大文章不能做的话 小文章 而且信售年来 马上就可以做的小文章 我们先做起来 谁给我们启示的 胡建平 全民共振的 他在网上 四月下旬 有一个视频发了一段话 中共的高官们 你们的出路是什么 就是按中捐钱 先给我们全民共振 上小时跟那个 胡建平 那我们是最好的 都是全民共振的 所以我建议 向大家建议 建民 如果我们有文字 一评 目前所有反共的都在网上 我建议最后一句话 我建议如果我们这个 这次会议要形成文章的话 加上这句 号召中共高官 暗中向我们明镇捐钱 哈哈哈 好 你回来 今天晚上啊 哈哈哈 今天晚上没空 我真的没 一千千千千千 他们都几天 有课 都几天五个月下了 下个礼拜啊 上号召唐 你号召唐唐唐 我就等你 他感觉到你有 好了 我们那个私下里聊天 我们就结束了啊 聊关系时间 然后一点都没办 对 没有办法 你就正好 那意思 哈哈哈 其实呢 想说的话 真的是很多 嗯 好多好多的一题 我也在想呢 一个办法就是 大家给我提论吧 或者呢 就根据我现在所想到的 说我大家七八的思路讲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也可以提问 要提问 那我就 我先把我的思路 讲一讲 因为 明运的会 我是出席了不少 嗯 在法国这些 这个会议 就是 对对对 就是 将近 他自己 都有的风格 就 哈哈哈哈 三下五 初二 就把会议办了 我从来没有出席过一个没有 预先的 没有预先的 没有预先的 因为所有的预先的都是不一样 全设假的 不能话 啊 这直接就来 没关系 这也好 对 就是所以这次会特别放松 很多时候呢 都是要凭着大家这个 这个时候的领导 因为也没有安排 我们做什么发言 或者做什么主题的发言 觉得不招就来了 好 嗯 嗯 不好 可以认识 或者觉得吧 所有 反抗中共暴政的 人权和力量 有几个问题 必须要保存 第一 就是跟我们的信息 刚才呢 罗先生讲的 其实很多很多人 用了自己的 青春生命 健康 岁月的 很多代价 最后都保存 那么呢 也有个说 对自己的权益 受到损害的时候 在那一点上 搞清楚了 但是呢 只要这个状态一改变 就用活着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民主运动 必须要重拾制作 在这一点上 必须非常清晰 不管外在的压力 有多么大 反对的声音有多么大 我一直就在强调 民主运动 必须是蓬奉必反动 这一点是一定要 非常的坦率的 高声音的把它说出来 那么 要能够 我们非常 这个 能够被别人所接受的去 做到 恐怖避反 那就必须要给中共 确定它的性质 我们为什么恐怖避反 就是中共的这样一个 邪恶的暴力团队 它就是这么一个性质 它所谓的政权 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政权 而且我在2003年 我有过四集的电视系列评论 后来是形成了一半多文字 就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 那么当时我在做这个论述的时候 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批评 受到了很多的攻击 那么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觉得 中国可以改 可以改良 可以改好 可以正在变好 等等 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那么的让人感觉 这个备受鼓舞 那么我还是要非常明确地讲到 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 它的性质就是恐怖主义政权 而且我是从它的学说 它的立足点 它的起步 它的发展 它的所有的势力 到它掌握政权 以及用这种方式来统治 所以说呢 我得出带来的这个结论 是无可辨 但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年 中国社会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才开始有人慢慢地接受 这个过程呢 其实真的对于个体来说 是非常惨不明 那么在我们确定 这样的性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肯定要遇到很多的挫折 因为呢 如果今天中国不是这个屌样 我们也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 因此而泣泪 因为我们就是在 这么一个环境上 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是吧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愚昧 很多人不是所有的 而且呢 中国确实 它的确是由谎言 暴力和垄断 所全面控制下的社会 人民就是这么恐惧 所以才需要我们在海外 是始终站在最前沿的地方 作为个人的性格 我不是一个极端的人 我不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非常厉害的人 但是在民主当中呢 我一直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 很简单 因为激进的这块阵地 现在没有多少人 所以我必须站在 等到有一天 中国的民主大潮 轰轰烈烈到来的时候 我就站到一边去 那么在对中共的这个性质 确定了之后 那么就要确定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面 是个什么性质 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大概三年当中 我在一些 主要是一些这个国际场合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就是中共现在是一种 特殊的对人民的战争状态 而这个状态呢 很多人不相信 也觉得好像有点说的 就是没有学理上的依据 甚至有人跟我说 有朋友是学这个国际政治学的 说你这个不在 国际政治学的范畴 我说国际政治学也是发展 没有任何一个学说 是从开始是完美 那么我呢 是因为在国际理会 是特别幸运的当选 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 我是国际理会和平委员会 38年历史上的 第一个非欧洲人 他一直是 就是叫做 Evropian Centralized 就是那个欧洲主义中心 所以我出生在亚洲 我生活在北美 我跟各个组织各个社区都有广泛的联系 所以我刚选了这个国际理会的 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 在好几次的国际理会的会议上 我是讲的这么多 就是 暴政下的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 我就是用维吾尔人 藏人 蒙古人 还有法轮功修炼者 地下教会信徒的这种受容 迫害的遭遇 用这些事实来证明 因为外界对于中国的问题呢 很多时候会被中共所危机 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 你猜一句 好 请 那个超限战 那个苏里达登 就是这样 即兴超限战 它根本就不是常规战争 他们对维吾尔人 当然的迫害 系统慢性超限战 所以呢 我多次强调这一点 中共现在使用的是一个 非常规的战争手段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是在一个所谓的和平时期使用的 就是这种假和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国际社会的 不管是政府啊 议会啊 国际团体啊 都不太敢对中国的事情 就是能够用一个更强有力的方式来对 他们因为中共 一个是它的经济发展 它的国力强盛 它现在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然后它的这种渗度影响等等方面 那么再包括呢 中共就是说这是它的内政 那么所以我就想呢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真相 就是今天的这个国际社会 是中共 它的这种恐怖主义 针对和平社会 针对所有人类 正在进行的 而不是即将开始的 是正在进行的一场超常规的战争 而这个战争 不是说我们传统的理解 一定是枪啊炮啊 一定是上战场啊 一定是刺刀啊 不是 网络上是不是战争 对吧 它对这个整个任何人的这种 跟踪 骚扰 监禁 失踪 破坏 酷刑 是不是战争 它的像 这个特别是 这个我们的园林 园艺专家 这两天我受到您的很多的启发 讲到的 它的这种生化武器 它的这种 甚至可能有的这种细菌战 等等的这些手段 其实都是一种非常规的战争手段 而我们必须要让国际社会要认清这一点 要了解这一点 所以说呢 上一次我跟秦敬主席 我跟秦敬主席在华盛顿 刚刚我们共产是出席了这么几个听众会 在今天会上我们两个人都做了发言 我也强调一点 对中国政府 对中共政权 绝对不可以用一个对一个普通的国家政权的方式 去跟他们交道 那么美国一直以来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 等等都是一种民主状态 所以说呢 他们是以这种民主对民主的状态 在跟中共打交道 所以一直持回 一直就在失败 一定要知道 那是一个恐怖政权 就像他们对待恐怖分子 恐怖集团的这种方式应该是一样的 你应该首先知道它是什么 你才能够知道你如何去跟它打交道 而现在国际社会呢 刚刚开始知道它是什么 已经是非常的晚 那么我们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责任 要告诉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政府议会社区 要告诉他们中共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反正我在加拿大 我一直是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呢 一直在做这个流水 像政府啊 议会啊 非诚团体 而且呢 加拿大正好又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 所以呢 也很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就是不仅仅是蒙维藏 北韩南韩越南 我们也有那个韩国人的人权组织 老国缅甸 东南亚 东欧 俄罗斯 东勇 他们的社区活动 我都曾经 因为要建立起这种双向的联系 因为等到你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会走到你的身边 刚才讲到维吾尔朋友 为什么我在加拿大会受到维吾尔朋友的信任 因为我确实是跟他们交朋友 我家里住过六个维吾尔人 而且呢 我曾经把两个维吾尔人 从他们的团 他们的访问团里面 偷出来 偷到我的家 帮他们办身份 其实呢 这种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细致的 任劳任恋的这么一个做法 加拿大维吾尔协会的创始人 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盛轩你太好了 你一点都不想害人 我当时跟我说 真的会听你去 就是说 你觉得我很好 然后呢 是因为你觉得我不想害人 但是呢 很多很多的害人是很好 只不过呢 你们受到的迫害 是那么的深重 而你们的周围 你就觉得好像周围都是敌人 所以就提供了这种 非常敌对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我在 在我家里住过一个 乌鲁木大学的 一个历史学教授 我帮他 也是找律师 办身份 后来呢 他太太来就搬出去 他带他太太来看我 他太太真的就是 坐在车上不止下 他就这样看着我 就是非常的 迷律的 非常紧接的 我跟你讲 我算了 不要紧 因为呢 这种 就是说都不是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它是一个 更高的一个力量 所操控之下 形成的这么一种关系 你呢 不能够去怪他 你知道你怪他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要心里有数 所以呢 你在推动的那个运动 要大于这个东西 所以就不要去 计较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一些 言语啊 口角啊 态度啊 眼神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海外 我始终认为呢 要做人道做人 为什么我们要做人道做人 因为我们的民主运动 必须是基于人道的 道义上 我们在海外做人道救援 要给那些在危险的环境下 处境下 受难的那些人 以一个后援的支持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做法 我们在意他们的做法 我们去敬佩他们的牺牲 而且呢 我们有能力 去给他们一点帮助 所以我的人道救援 从1991年一直做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听过 后来我很感动的事情就是 我真的是越来越感动 那种感动的事情 就是你埋伏在做的事情 在某一个时刻 你就会看到 你曾经做过的事情的那种闪光 方正出来之后 方正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就是在六部口被坦克 垫断了双手 而且是高位垫断 他活下来真的是奇迹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看到他的消息的时候 我就开始联系他 就开始进行 后来他终于在2009年 后来能够逃出来到美国 然后呢 2015年的时候 他请我去 他们的一个颁奖联礼 给那个高宇老师颁奖 我是作为颁奖人 结果呢 他就讲了几句话 他说 我在六四被碾断了双腿之后 我接到的第二份人道运动 我是从事主 我觉得特别的 比较特别感慨 就是他说 那个时候呢 这种人道运动 他都对我来说 他不是情 他是一种 你所受到的这种苦难 你所受 受付的这种代价 你觉得值 你觉得有人 什么叫 appreciate 对 所以呢 在 我其实很多人 我在海外 这么多年的 包括又过来一些 这个攻击我的 骂我的 我也记住了 比如说在 巴黎的 人满军先生 我也是查门 他后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 背着那些人 但是呢 人道远众 还有一点是 不及待下 不是说 因为你跟对方 认识你 因为对方是朋友 然后是 因为你喜欢他 或者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 他是 我们的本导 他受难 我们就必须要救人 一定要把 很多的私人的情绪 私人的耗物 要放弃 因为你救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 将来是个什么人 但是呢 在这一刻 我们必须身处 那 这两年发生的 这件事情 是什么意思 就是 2015年当中的 东宝平和江远 在泰国 突然被抓的时候 我也是在加拿大 当天夜里 就开始 去运河这个救援 那么呢 在十天的时间当中 加拿大通过 外交部 移民部 批准了他们两家人 移民到加拿大 所有的法律文件 2015年的 11月12号 在泰国的移民监狱里 有加拿大 泰人 跟他们签署了 两家人到加拿大移民的 所有的法律文件 但是当天夜里 十点钟 江远辈和董广平 被人从监狱里偷走 这就是后来 我们所知道 他们两个人 被带着进去 但是呢 在 11月18号 他们两个人的 太太和女儿 被救到加拿大 那 这个救援 时间是 虽然很短 但是非常几步 而且呢 这种救援 能够在这么短的 时间当中 成功 它是因为前面有 巫术的机会 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呢 江远辈的太太来了之后 在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些估计我的人 她的灵性 就开始去影响她 开始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就像那天 充满我的信息 我呢一直 这么几年 我一直没有说过 但是前几天 因为我在推刷上 说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今天 我才应该讲的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呢 你会受到这种冲击 你会觉得 你非常难过 你用了那么多的 心血时间精力 金钱去救一个人 然后毫无原因的 他会成为一个攻击你的人 但是有时候 我跟我讲 人道救援 无计待见 就是 那么在这个人 人道救援之外呢 海外的人道救援 很多人在住 也有很多地方 也做得很不错 有美国的 就是叫人道中国 还有澳大利亚的 那个孙力勇 那么呢 很多朋友 也在参与 就是我是要强调的什么呢 人道救援 非常非常的 不蒙 但是呢 就是要鼓起代价的错 因为你可能要 很多很多人之后 才看到 你当年所做出的 一点点事情的 他所带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海外呢 有很多的事情 刚才我要特别讲到 我跟这个 秦敬主席的 不同的地方 他是一个 非常高见隆的人 他看大方式 然后呢 做大决策 然后去规划大行动 但是我呢 是一个特别 喜欢做小事的人 所以我在加拿大这三十年 是做了很多的小事情 我是在 我是信 我是信这一点 就是呢 你必须要 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来 让别人一直看到你 一直看到你 一直看到你 然后呢 别人对你产生了一种信任 他知道 你今天站在这 你的这样一个 你的这样一个身份 是由成百上千个事件 做组成的 所以为什么在 这几年啊 我就是提一句 这个主带话 中共组织了 这么声势浩大的 对我的这种 这种叫做围剿式的攻击 就是不能够达到的 因为 我是一步一步 讲到这 就是说呢 他们没有办法 而且包括我在加拿大 后来为这个事情 我想对你刚才说的 一个补充一下 就是你做这个 人道救援的事 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救的 你看包括很多 人他想 逃顾我 能不能帮助他们 我就直接介绍上他们 去找你 虽然我没有说 对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 民运的这事情呢 我们应该有 不同的分工 比方说你擅长于救援 而且你有很多 这样资源和经验 我就觉得我更应该 做一些理论方的研究 然后怎样 来让那个 国内的运动人都推动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们应该把这个 人的救援的责任 更多的推向你 其实呢 我最后我是想说 大家就是各进行 可是你们现在 我们要想 分工分的很细 是非常非常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就那么 因为特别能够愿意 拿出时间精力 金钱做事的 其实能很少 我们也试图要分工 分来分去 其实还是就几个人在做 所以那你就讲 反正只要能够做 那么 我们在海外呢 这几年受到的责难 和打击特别 虽然说从1989 其实不是从1989 从1983年 王炳章博士在海外 发起的民运之后 一直就是在 枪名战云当中承载 但是这两年受到的打击 特别厉害 因为有郭文贵先生的出现 他的这个爆料 一下子带动了在海外 而不是几年海外 就是带动了社会上 好多呢 非民运的人出现 这个呢 是特别好的现象 就是他的那个做法呢 一下打破了那些人的本居心理 忽然就出来了 你看在加拿大 挺郭 这个加拿大的挺郭抗共后援队 挖一下一百多人 但是呢 这批人呢 还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有一种 要看时机 要看这个事呢 有没有可能在那前走 能不能成功 然后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真的 调动了他的那种信念 然后呢 使得他开始坚定了 我因为郭文贵 启动了我的这种 这种勇气 然后呢 我走上这条路了 我是不是愿意走下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留下了一批 特别可悔的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呢 他的这种个性啊 习惯呢 风格呀 还是什么原因呢 甚至可能 这种就是 我们不在这种讲的 他甚至有可能 有定常过的 这种心理经验上的 有种问题呀 他就是很喜欢骂人 毫无理由的 就哗啦啦哗啦啦 就把民运骂 然后把民运骂得很容易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经历了 所以呢 也带动了一批人 一批小蚂蚁啊 什么的 也在骂民运 所以就变成 民运受到了很多的考验 但是这个考验不要紧 就是呢 我们必须要 坚定不移地 站在我们的位置上 继续我们的事业 我们就一定能够 还是按照原来的道路 往前走 而不是因为 受到了打击 就给他干起来了 然后就跑偏了 然后或者呢 受到了就给他打击 然后就躲开了 就走到岔路上去 这种情况要特别的定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看到了 包括我们民运的朋友 非常的优秀 真的很了不起 不管是什么样的枪林带领 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能见 都能够应付的过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呢 正好是对我们的一种 新的形式下的一种锤炼 因为你必须要经过所有的试炼 才能够有能力 有勇气去直接面对中共 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企业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心理上放下来 真的不算是 我们在海外的这种 外交游说呢 好多地方也在做 但是都做得不好 所以这些年 我们说到中共的渗透呢 当中 应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中共的渗透这么的厉害 其实也正是因为 我们对它的这个狙击不够 才能够让这些国际社会 这些国家呢 就放松了警惕 或者是他们呢 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 他们就是一直在跑偏 比如像加拿大 从加拿大是第一个 给在加拿大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的人 因为六四股杀而给身份的过去 在1989年7月份就给身份了 所以使得加拿大的民运组织 从来都没有状态 因为大家都不需要参加 民运组织而拿训练 比如像那个澳洲 只有几千人进了民阵 因为大家都需要表现 需要呢 证明自己是回国有危险的 是吧 可是可是加拿大正好就 没有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呢 在加拿大呢 我倒是觉得加拿大政府 跟也是不能够例外的 跟美国办法同样的策略 从1990年开始 停止对中国的那种强硬的 这种理智的政策 而改为人权对话 这个人权对话 一下子就持续到了2005年 两国双方必能的 毫无进展 毫无意义被中共一直利用的 人权对话 到了2006年 当他的这个保守党上台的时候 我就极力的向保守党 激进这个流水 我也是出席了第一个 关于这个问题的人权 听众会在国内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人权对话 因为呢 他没有问题 而是被中国政府不断的利用 拿着一个打印好的人权报告 向世界各国去宣读 然后呢 他用从你那里面得到的援助 从你那里面得到的经验教训 然后甚至包括你和他培训的 法官律师等等 在中国去表演一个 给西方社会看的 这样一个橱创秀 而他的真正的人权迫害 不断的加剧 所以那次我就讲 我坚决反对两国之间 闭门的官方的 根本就不让我们参与意见的 没有任何追踪的 这种人权对话行动 后来真的人权对话 他们就真的 他的那个原来的形式就停止了 我说如果你们要继续 两个房间 一 必须参与 我们必须要参与 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反对派 第二 必须有追踪 你们所列出来的人权项目 必须能够到时候 落实下 他是怎么做 而不是今天拿个报告 明年又拿个报告 后来呢 我们倒是有了一个 就是加拿大政府 跟我们建立的一个 长期的 就是我这两个朋友 也在介绍 我们的民运的 反轮功的 反轮功其实后来的 就是丈人社区 温尔社区 还有那个 包括加拿大当地主流社会的一些 对政府团队 民运团体 我们跟加拿大政策 有长期的这种 就是闭门会 把这个闭门会 就是改成跟我们开了 这不是很好 我们每一年提出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观点 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的人权案件等等 那么政府呢 要对我们负责 给我们做报告 我们都做了什么 跟中国怎么交涉的 谁谁的 案件五日 怎么表态的等等等等 每一年 这个病人会一直开了 9月份 9月13号 我刚刚开了 而且呢 每一次政府都会有十几个 去年有21个政府官员 我们非政府团队代表 只有19 他们人还多 就是他很在乎这个 我特别希望 这个模式 能够在其他国家推动 我也一直在做这个推动 我也不知道 现在其他的地方 能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那么呢 除了另一个 我们叫做 China Coalition 就是跨丹丹丹全国 跟政府的这种 直接的连续 还有呢 我在2006年 成立了一个叫做 China Rights Network 是在多伦多地区的 各个族裔社区 不同的反共阵营 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为什么重要 我们在民主主义家都要知道 所有的人 你是当地居民的话 你都是一票 你都是一张选票 所以当你能够结合起更大的范围 各个社区的不同力量的时候 那么政府呢 它就更加重视你 因为你影响了更多的人群 你也就影响了更多的选号 所以我们在发生中国人权 这种灾难事件 或者两国之间的大事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这种联盟的方式 来向政府直接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投诉 或者说是互动 那么我可能讲了挺多的说 我们在海外呢 研究中共要确定它的性质 打击它的要害 而且呢 我们要不断地用我们的个人的经验 去见证中共的这个协议 比如刚才用过我兄弟做的这样的见证 因为呢 我们还是要走出我们的圈子 走出我们的人群去见证 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些事情 要到当地的社会去见证 我真的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见证六系屠杀27年 所以呢 在2016年 我又是特别幸运的 入选了加拿大护士人 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是由加拿大的这个叫做 麦克林斯这个 就相当于美国的 时代周刊 它是创开110周年的时候 是选出110位人物 代表加拿大每一年的一个加拿大护士人物 我是1962年护士 因为我是1962年生的 那么呢 就使了六四屠杀的这样的护士 就进入了加拿大的这个历史护士 所以这件事情呢 反正大家就 我就觉得呢 大家就 凡是有可能都要做 在海外的街头活动 这个张建言做得很好 经常看到他的这种 在这个街头活动当中的这种身影 就凝想了很多人 因为我们要让这个社会 不断地看到我们的存在 不断地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断地让他们受到我们的感染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有人 我在这个普通多的这个中共理事馆 很好的一个活动 哎呀 上学你终于做点实事了 我说到理事馆 我起码去过100多次 还不说其他地方 因为你一算一年 你一数什么六四的房东活动 你一数一年都要去七八次 对吧 三十年以后多少次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呢 有的人看到了这个 有的人看到了那个 有的人看到了1%你做的 有的人看到了什么 这些不要紧 但是呢 你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 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事情上 能够看到你 知道有我们这些人 在台湾在做点 好 哎呀 真是很多 谢谢 我们已经迟到了 现在赶紧去一下出道 然后就出完放就回来了 我怕 我们两点的 就越来了 我们这些 从哪里都在中海 都是给我们人 差不多 中间有一段时间 大家没冲不到